你们俩挺笨的 我大姐 我月儿邻居 说我老伴多年邻居了 那当然是 说那一小子就光电娃娃 那你挺年轻的 你一是单身吗 单身 你真是单身的 是 我大姐大姐夫走了 真是单身 真是和尚到了孤单 大事不妙啊 红娘推开门的时候 就看到两人孤男寡女共处一世 现在看到邻居言语中 总是夸张大眼 整的大妈直接就不利了啊 又开始那种老房子是不是啊 这房子能有四多年了 这黄金厂给的 黄金厂的宿舍 宿舍都给我们卖个人家了 那是你在黄金厂上班呗 我要 我不去 你姨父在黄金厂 我姨父在黄金厂 他是黄金厂书记 不然的话我们能有三十房子吗 不仅是他呢 还是领导我们就给他三十房子 那时候我就顶顶上这三十房都乐会了 我看姨咱挺精致的 我就注意到啥 你看这都餐桌上摆小花 还有一个我看这咱这个水管的 小喵 馋的小花 都得馋的小花啥的 我看屋里头屋里头也是 你看那个这边厨房 我看那都是整的什么 馋的小苹果啥的 天空一声巨响 咱大妈闪亮登场 真是刘备变草鞋 手艺高啊 大妈说起自个的工作经历 咱还真没想到 人家是在黄金厂工作的 不过这看着剑摸得着 却不是自个的样子 想想都难受啊 不过一马归一马 就瞅人家的装饰打扮 指定你是个热爱生活的人啊 生活包括今天打扮的 是不是老多裙子来的 老多了你瞅瞅这裙子 你看这可老多了 啥事儿都有 这是啥衣服啊 这配合 大配合 这是牛羊个用的吧 不是 这是平时穿的 谁牛羊穿它 你配上我看看 牛羊是牛羊服 不是你配上我看看 嗯 这这啥季节穿呢爷 这个等这过两天就出去 脱没衣服了 一配的不压风 这不倒风 大长条 长条短都有 这平时我一看 这好穿好打扮 真的 可好穿的呢 哎呀妈 这就是我这个 底下这底下 都一下 妈能不能抬起来爷 你看啊 爹 因为老多了 你得上哪个历位看 都是我的 这里头还有 卖服装都没我 这多呀 这边我就叫我老 十足了 我这个女人 我可真没背的 真是飞机上打点滴 水平高啊 咱大妈家的经济水平 还真是深不可测啊 家里总共也就三十的地方 但是一街上起四个的衣柜 那是每间房子里都放了的大柜子 而且不仅每间柜子都塞得满当当 而且就连床下也都是一副首饰啊 光是紧帽 调求各种奢侈品就能看出 大妈一辈子也是尽享不完乐了啊 这我们邻居 邻居啊 哎呀 你吓死我了 我心里怎么还有一个跟男同龄的 这邻居是来帮着爸爸 爸爸官 和我家属以前都是一个院的老邻居 老街坊 始终的处挺好 完了住着住在一个院 一个小区域 所以就处得处得好 是完了我家属去世以后 也挺大的 替我感觉挺不好的 要不然我自己一个人太孤单 过年的时候吧 自己一个人冷冷清醒 心情可不得劲了 孩子有的时候在工作再忙点 在有自己的小家 孩子在那儿啊 在哈尔滨 天空两声巨响 咱大爷闪亮登场 真是做梦跳井 虚星一场啊 红娘杠一推开房门 没想到却看到了甘大的一幕 大爷的屋子里 居然有着其他的单身女性 要不是人家解释的够快 乌男寡女共同医师 还真是吓人啊 我跟你说啊 我老伴吧 得说啥 是女强人那伙的 她上班在单位 一直当领导的 挺有办事能力的 我呢反正是常年吧 天不亮 个家上班走了 到单位开车 途地跑跑一天 晚上下班回到家 天已经黑透透的了 对我刚刚还想问你 我说那家里头都是老伴张罗 那咱为啥咋得这么忙呢 没有时间呢 现在三月二号走的 她是病了二十来年 肝硬化晚期 叫肝硬化晚期 但那时候不叫肝癌 零七年时候吧 咱四平串严病院 通知我 说你领家去吧 想吃啥就买点啥 最多喝五个月 说起自个的感情经历 大爷以这厨房里的案板 尝过爱情的甜 吃过爱情的苦 自个常年在外奔波劳累 生活中没能顾得到妻子 本以为妻子慰心生埋怨 可没想到人家是 一心一干得更几近了 和公鸡比早起 和月亮比晚睡 可天有不测 风云人有旦夕或苦 前期几十年不去医院 可一去医院就再也回不来了 家里的可静了 开车只有五六分钟 在哪里 我们家的黄金厂 在烟厂路这么离酒 都是老四平人 不认识啊 家里这么近 没见过 没见过 我正式介绍一下 就认识了 行不行 这位是张良生 张叔 这位是安静 安怡 欢迎欢迎 还有叔那个董礼 董礼 没见过 这个吧 别误会 这个是邻居 我知道 这个别误会 这是邻居 然后过来帮帮帮帮帮帮帮 把帮帮帮 或者咋的 印象丑还可以 演员二行 安静 对啊 安静 他们离不远 我们家在黄金厂住 姓啥呀 姓白 哦 是白玉霞他家呀 对对对 哎呦 有 是吗 咱们你是 他们是我们邻居吗 你坐吧 坐吧 那四平杆一小 人家一胆都起来 不要再吵 那咱就走吧 咦 啊 走吧 咱呢 走吧 走 不是咱人呢 我闹了 走吧 这不刚刚认识的书人吗 那是书人 只看着这个就行了 走吧 嗯 不是 嗯 不是你这闹的书人呢 都有认识人呢 你怎么不往下闹了呢 嗯 不是 我这么点 我先出去 你问他咋个事 我先去 他过设计 我再问他咋个事 挺香啊 真是冷灰里 爆出热力的 一想不到啊 两人一见面 聊的是有说有笑的 本以为老乡见老见 两眼泪汪汪 没想到大姐一听到眼前的人 是老同事 瞬间就不乐意了 直言要终止相亲 直接头也不回转身要走 真是半路杀出个成料金 错不及访啊 说不清楚 因为我认识他就不愿意了 你还觉得是不是自己说错话 对 说错话了 说错话了 那不对 那按照常理的话 你比如说要认识 不更好吗 我们也不可能大 其实吧 我大姐说这个吧 我没那想法 我就咋认为呢 关键就是 我长得不出奇 不出众 还是看我没有演员 如果说我要看我看上我了 那年代都不走 红娘也是扁得挑水 心挂了两头 连忙安稳住大妈的情绪 先把大爷和邻居安顿好 邻居是手足无措认为是自己的问题 都说当居这迷旁观之轻 但大爷却是无功吃萤火虫 心里有数 直言大妈无非是 条件没看上眼圆没相中 所以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那咱就继续看畅本 走着瞧吧 人家是差 差条件 差条件咋不行了 哪个都不行 啥也多 咋多土 多土 人家咋土了 人家这好好办正的一世一天 人家还是比你的小区 咱们还是老小 以前我们家那灯 都挂得可好看 往卡卡都用嘴皮 你看这 一头老农村羊 大苍脸 这些东西不多在女主人吗 咱是可以换的呀 换的不行 人不行 这人一句话就人不行 一句话就人不行 个多小 长得一点气质都没有 那你喜欢啥 多高个 人家我喜欢高个的 历所的 大领带的 早大白领的 不就是当官的吗 不早公年 没有气质 像他就供应 他能有多少钱呢 真是穿着提拗打赤脚 两个半截啊 还真是给咱大爷猜对了 都说相亲也圆战一半 大妈你是打心 你都觉得没相中 本来就对大爷没有好感 再一参观了 大爷家的家居摆上 心里头是更加不耐烦了啊 十言大哥要条件没条件 要相貌没相貌 当次太迪实在是配不上四个的身份 还真是一点面子不给人家留啊 那老宝工资也不高 一月2700块钱不到三千 还不到三千了 但我没有 我没有机会 我为此这样就不算劲了 这他多年 并二十来年 那退休金方面咱希望是找多高的呢 多好的 那也得找一点到四千多五千多的 那我还得说低了 当时咱老爸退休金能开多少啊 现在活都开一万 像我这样消费的 水平它能达到我吗 对不对 其实这么一个小孩 他都整不起 他能整起吗 这个金戒指花多少钱呢 这还有金票 这一还有金票呢 这个戒指多少钱 这个好像谁都花多少钱 这个不大太多吧 这个花得多 这个多少钱 这个花一万多了 这个戒指一万多 这个赚实的 那这个金票呢 这金票呢 这花好一万了 这一块表啊 什么表啊 金票吧全是金的 这就是小老丢的给家做饭 那这刚才在家都没给我展示啊 我还都没给你展示 咱看这么亲事也是 药店着火 没救了啊 大妈先前就感觉大爷公司收入跌 红娘再三圈为好 不容易让人家坐了下来 可没想到如今一听说 大胆的腰包实力 是一点都忍不住了啊 直言对方达不到自个的消费水准 随起就亮出了沉甸甸的金票和钻戒 还真是泥修酸动 深藏不漏啊 这不咱俩不是一个档次 对 不是一个城市 不一个城市 人家不愿意咱就拿到 如果真俩到一起以后 他老拿咱们什么 和他以前的书 当书记的丈夫 对照比较 咱们和他在一起的话 就说明我高攀他了 他有点高不可攀 你俩挺笨的 我大姐没有人邻居 和我老伴多年邻居了 那当然是 所以说那一小子就光电娃娃 那你挺年轻的 你姨是单身吗 单身 你真是单身呢 是 我大姐 大姐夫走了 真是单身 但是那给你凑凑 我还跟我大姐说 你要想出的话 跟那个孙倩说一声 在那进回楼台先走约 我进屋我就说您俩合适 这一块是给他两次表演 有缘千里来相会 无缘对面不相逢 大爷看到大妈是城墙里捅毒干 直来直去 演艺中处处透露出自个的档次 也是心中有所不悦了 直言人家看不起自个 咱还不想往人家身上凑呢 事已至此 那这么亲事也是话头摇头没救了 可没想到大妈却是不依不恼 直接把矛头指向了 坐在一旁的邻居 你说就是处的都认识多少年了 咱挺多年了 挺多年了 那你听不听刚才姨这个想法 我都没敢往那方面想 是听他说了 他说我俩挺般配 他说我俩挺般配 我要是跟他俩处的一样 我也没啥意见 跟他一般多我两千七 我不想到政治上 人要好的话 那你要是汇过 两千多钱也够用 那我俩五千多钱不够花吗 你像我这叔叔大了 也不想买啥戳 你买啥带的呢 我这都有 咱也不能显示这些 我这就识会嘛 那在那个今天之前 你从来没想过 从来没想过 那要想 还用鸡上头就到一块了吗 自己都没敢想 没想过 那是百里挑一 我大姐 这一人性格是特好 特温柔 跟我大姐 我这一辈子没红过脸 没吵过枪 没拌过嘴 那试条没有 这都多年 然后老龄居知根知底的 就是太熟了以后 没法下手 那多年了 赶上亲大姨子了 亲大姐了 真是耗子追猫 一想不到啊 本以为大妈的无心之举 翻不起什么大风大浪 可没想到红娘 法邻居叫去一问 人家还真是对大爷 暗生情愫啊 两人本就是青梅竹马 光着脚丫长大的玩伴 现在各自的老伴 又嫁客戏谑 哪心你还真是 对大爷有意思啊 接着来 就多个脑子差个性 像一个人似的 咋能往这方面想呢 你想一想 一辈子的情意啊 就朋友这个感情 如果说出 将来走到一起 两全其美 是好上加好 万一呢 就是说有个挫折的话 把朋友这个感情都会淡薄了 是吧 是不是那衣服啊 这个你说 你要是打车书 还是你这考虑的走到 你说我光顾着 兴奋了 光想要把你俩撮合了 你说这个再聊 我看你特开心 那是 你在那屋里跑出来 可高兴了 满面的羞容 我刚才表扬他了 乱点冤冤火 人家也是好心 人家也是好心 因为我大姐来给我把关来看汤 就是说 行那咱就送送送送送宜吧 好不好 好 送宜 玩大姐玩去啊 大哥 但是这样了 那行 那就走了啊 那走了 那我们走了 生活在一起之后 肯定是结婚 待会儿 还要做家务 如果还还我承担一部分约工的话 我觉得我无人为力 我觉得让我这个要求啊 有点搞笑 真是唱戏的腿抽筋 属实下不来台啊 抠门哥乡亲不仅不想请客吃饭 而且喝个水都不舍得请妻友团 现在又表示要挨挨制 以后共同承受生活费用 那么到底是大哥太抠门 还是大姐太贪婪 咱们拭目以待吧 现在在巴兰区居住 打算自己买房子住 当两个人如果说一起 共同奋斗的话 买一点大人的房子 也可以考虑这个方面的 性格比较开朗 比较乐意住人 爱好爬山 看电影 音乐这一块 喜欢做好事情 同事没有车回去的话 我可以主动送他回去 比如同事有什么事情 需要帮助 在我的能力范围内 我会用心的帮助他 我不抽烟 不打牌 偶尔喝一点酒 餐厅那些 但是高消费的地方 基本上不去 拒绝 公司组织活动的这些 自己也组织过节目 天空一声巨响 咱大阁闪亮登场 真是小马拴在大树上 牢耗得很啊 说起自个的生活习惯 人家是烟不碰麻将不打 酒吧那种乌烟瘴 高消费的地方 自个是去都不缺 就从这一点 咱就能看出来 以后过日子 肯定也是个好手啊 女嘉宾其实也到我们 这个今天约定的附近了 收拾好心态 准备一会儿 怎么跟我们女嘉宾见面 有没有想法 之前有准备 现在嘛 有一点小紧张而已 你这段是准备的 是什么我想听一下 小秘密 那我们就期待男嘉宾 一会儿给女嘉宾 准备的这个小秘密 是什么 你刚刚说 你还给女嘉宾准备了礼物吧 没有 没有 不是姐姐她问了 我一下子猛了 结果就随口一说 比较长所 等会儿就准备嘛 花点 他们那个 你马上要见面了 就说你要看一会儿 准备的过程 冷饪嘛冷饪 这场所就准备冷饪 因为他说 你给那个 那个女嘉宾准备了一个小秘密 对的 你吐来个一部腿抽筋 真是唱戏的腿抽筋 属实下不来台啊 咱大哥刚登台亮相的时候 可还是拍着胸土保证 四个有小惊喜 没想到等红娘把事情给你家宾说后 大哥却直呼四个是随意的玩笑话 大丈夫吐的唾沫都能成金子 咱可不能这样似的啊 我想买一杯冷饮 有那种解渴或者是蓝莓味的那种有没有 没有 什么味道 那就解渴的那种 还没刮嘛 可以吗 一杯一杯 四杯吧 四杯吧 四杯 四杯吧 四杯 消费五十六 还是五三米的 多少 五十六 等一下等一下 我打个电话问一下 嗯 那一杯吧 一杯 真是央地里团老虎 一想不到啊 咱大哥这勤俭持家的劲 还真是没得说啊 四个这次留备三上窝龙啊 请的诸葛亮 这么热的天 这么大的太阳 请喝杯水 都没把人家给酸进去 三十六度的体温 却说出这么冰冷的话 还真是让人寒心啊 我曾经有过一段感情经历 因为是一点年 妈妈不同意 说是一点点嘛 然后不同意 只有这样 就结束了 我现在要找男朋友的 就是要 自己要有演员 然后 性格要外向一点 然后我比较内向 他要弥补一些 对人要真诚 然后对家庭要有责任 最好有稳定的职业 女嘉宾摘一下口罩 这种灿烂的一笑 什么感觉 看到之后 春风浮灭是吧 对对对 看起来就像 贤情良母型的那种 我很喜欢 既然摘下口罩 就是愿意尝一口嘛 是不是 怎么样 好好 在这里 我还是想提醒男嘉宾 这次是第一步 后面每一步 都非常关键和重要 那接下来要干什么 自己有没有想法 和女嘉宾 语言交流沟通一下吧 那现在呢 两个人我们就找个地方坐下来 好好的了解了解 好吧 天空两声巨响 咱大姐闪亮登场 真是端午节吃粽子 皆大欢喜啊 当大姐把口罩退去的那一刻 大哥的世界 仿佛都只剩下了大姐一人 直呼自个对人家一见钟情 满足自个对另一半的所有幻想 爱情靠争取 为爱不放弃 就看人家如何做出争取了 语言交流沟通 我想问一下 就是我们一般 如果安排见面的话 就是安排在中午 然后这个男嘉宾的话 他刚好安排在一点钟 他刚好比开那个饭店 我觉得他是不是可以 比开饭店呢 之前呢 他跟我们联系 我们确定时间的时候 他就说 午饭之后再见面 就跟我们约的就是一点钟 那你觉得他那个人 是不是有点那种 比较消极 比较财 你很介意这个问题是吗 不是的 我是觉得他如果 因为他刚刚前面嘛 然后我就是担心以后 他会不会很消气啊 那种 不能怪你这么想 确实我们也没了解清楚 为什么会要约在这个饭店之后 跟我们平常的这个习惯 这个方式是不一样的 你说到这里呢 我刚好还在想 包括他其实 给你买饮料这个事情 包括他的姐姐也说 买鲜花或者买饮料 然后男嘉宾就最后说 因为天气嘛 这个很热 就是给你买点解渴的 我就在想 他会不会是一个 很实际的男生 就是 就是说 把自己的日子 安排得很恰当的那种男生 不过我觉得 如果说你真的介意 他这个问题 你完全可以 一会儿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问问他 真是冷灰里爆出热利子 一想不到啊 都说当局者迷旁观之轻 咱大姐的小心思 确实清晰得很啊 通常节目都是安排在 饭店相亲的 一是饭桌历来 都是好谈话 二来还能聊聊心 促进关系 没想到大哥倒好 直接就把时间安排在 刚吃过午饭的时候 整个大姐一下子就不乐意了 打心里的担心人家 是偷搜男啊 男嘉宾 你中午吃老板没有 你吃哪里吗 我十二点钟 弄了一点 因为我从那个 我们上面在修路 然后那边要绕一节路 然后我都坐公交车 坐得很早 然后我每天都吃中午饭 那要不吃东西吧 随便吧 吃东西吧 我别吃东西 你是哪里过来吧 男生上的嘛 男生了 我其实是考验他 看他会这么回应我 然后会这么招待 就是看他那个人消不消气 你看男嘉宾 喜欢吃什么 随便吧 点一个里面招牌菜嘛 我比较喜欢 比如说里面一个店里面好吃的 两个吧两个 吃羊羊嘛 两个 在外面嘛 就吃个套饭 在家里嘛 一般就 一菜一汤左右 就可以了 他就点到一个 菜单上 他说的招牌菜 然后其实是 几个菜品当中最便宜的一个 我觉得男嘉宾 平时还是挺节约的一个人 真是土地妙的一天哭了 不妙啊 大姐这次相亲 可是故意留着肚子来的 却没想到 人家却把时间安排到了吃饭过后 反正有便宜不占忙八蛋的理念 大姐还是言语中表示 大哥听闻只能掏出钱包几盒吃饭 虽然说饭是吃饱了 但是大姐却闲点得太便宜不舒服了啊 现在这个点 看看手表 几点了 3点20 3点20 3点20吃午餐 因为是女嘉宾没有吃午餐是吗 对 她可能因为我刚开始没有问她的原因吗 不然知道吗 确实你这个约的点也很奇怪 1点钟 让人觉得不早不晚的 所以一见面 就没有给男嘉宾那个好气是吧 饿了还等了那么久 这件事 对 我是疏忽 为什么选择在1点钟见面 你没有想过就大家一起顺道把饭吃了吗 这一点确实自己疏忽了 我首先要向女嘉宾道歉 希望你原谅 还没关系 这个本来是我应该考虑周到的问题 但是我疏忽了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话题敞开说没有关系 我们不需要隐晦 因为这一件事情就让我们觉得 是不是太吝啬了 太小气了 在这种一顿饭可能也就20 30块钱的事情上 这个样子 所以我想知道你平时的一个消费观念是什么 看到大姐对大哥的印象是一点在别 红娘也是扁着挑水 心挂了两头 也是直接直言做出表示 询问大哥把时间安排在饭店后 究竟是故意不想请客吃饭 还是说纯属意外无心之举 就是不承认自个扣门 让我自己大嫂大姐哥 比如说去消费啊 或者是去买什么东西啊 我平时几乎没有 没有大的消费 几乎没有 我觉得我这个人的花平时贵的也能穿 然后便利益的也能穿 但是我都想晓得男嘉宾对他以后的女朋友 大不大方 问到关键了 因为在我的生活观和家庭观 以及对未来的这种期望 就是一切为了家庭做什么 为了家庭做什么 就是在开支方面也好 还是为了自己的另一半花费也好 其实都是一样的 这是该用的就用 不该用就不要用 那什么是该用 什么是不该用 对我 比如说你孩子买多少钱的衣服 比如说不打开支不打开支的 我不喜欢一个人 或者是我觉得我反感一个人 你哪怕叫我花一块钱 我就觉得有点不舍不得 感觉男嘉宾平时生活用度当中啊 算是比较节约的 对自己也比较节约 我就是担心以后他那种会比较有点空门那种 咱看这么亲身也是 断了线的风筝 没死亡了啊 看到主持人当面学了自个 没想到大哥却依旧是打起了太极 直言自个平时是勤俭之家 但是一说到对另一半的条件上 却踢起了足球啊 真是当人家傻好互动啊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的女嘉宾小陈 这是那个男嘉宾的姐姐 他们一起做一工感情特别好的 在一起很多年了 来姐姐 看看我们女嘉宾觉得样子怎么样 先看样子 很不错 很不错 他跟你弟弟配一配呢 我感觉挺配的 男嘉宾这边就是主动力还不是特别够 还需要你在中间那个撮合撮合 他不像外头像个喜欢幼醉花色 他从来不 还是幼于说一幼儿说来 所以说本来 有时候可能是不会说啥是天眼蜜月 但是他对人还真诚 对我们女人来说 找一个 我不是说对她好有钱好那个 找一个来都是说对世界好一点就行 反正你两个还年轻 啥子东西可以自己去分的 对不对吗 如果他就宅好宅那个 都说他钱宅多 宅富有 对你不好 我觉得也没意思 十年某一见 双人未曾是 如今被大客遗忘的亲友团 终于是抛头入面一盏雄思了 人家一上来也是胡同里赶住 实来实去 实言大客为人坦诚不会勾心斗脚 说起两人以后的生活规划 表面上是说夫妻同心起立断金 可实际却是大轴卷小轴 话里有话 就是劝大姐不要好高无远坐享其成 所以那个 未来的那个丽业办的要求是哪些 其实就是有个问题的职业嘛 然后最好在 以后规划在重庆 不说全款 就收付一套房子 我觉得也可以 主持吗 我觉得我们男人层上挺好的 其实你说在男人层高度也可以 像男人层增的话 你觉得那上面的房价是好对吧 我们男人层的房价均加在一碗路左右嘛 我觉得我们男人层上空气很好 比周城区相对来说空气好一些 对于你说那个房价上面那一碗路的话 可能还大不到那么多哦 因为它是属于 巴兰和那个 南岸区边边上去了 一个小一个小镇 不是它上面主要是没有修高层 如果是高层的话 价格肯定要低点 它上面全是那种洋房子来的 没的高层 基本上都不高个嘛是吗 因为南岸上不准修高层 我们南岸上全是七层 七层一下的 我觉得南岸上的房子也 还算是比较便宜的 一碗路也很正常呀 真是穿着皮凹打赤脚 凉了半截啊 一说起以后的住房问题 大姐也是表示 自个早早的就乡中了一套大别处 就等着找个有钱的对象 抛个手护拎包入住了 但是大哥一听确实坐不住了 凭借自个一亩三分地的实力 可真是泥丘跳龙门 痴心妄想啊 大概你一个月的工资有好多呀 五六千左右吧 因为现在我还在 接住野物那块 再接住野物那块 对于提成啥 安洁然后再那个付的话 你肯定还是有点困难 因为我的工资也不高 我是那个优势 工资也不高 因为对于安洁房子那块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 如果光靠一个男人来撑起一片天的话 非常非常的累 生活在一起之后 肯定是结婚 待会儿 也还要做家务 如果还要承担一部分约工的话 我觉得我无能为力 我觉得让我这个要求啊 有点搞笑 因为我现在疫情期间把人没散 然后以后的话就算回户上班了 每个月大概剩下的钱也没得多少了 你只剩几百块钱你开销多少钱啊 都能够出去这么广了 你开销可能还是有点光泛 咱看这么心事也是要见着火 没救了啊 都说好的爱情是双向奔赴的 大姐姐要求助高档大别处 还不想为以后的幸福生活做出努力 全然依附坐吃山空坐享其成的态度 问其以后能否共同奋斗出一份力 人家确实一点没这个心思啊 我觉得吧 他们两个人现在 就算目前来说的话 有点不怎么合适 已经觉得不合适了呀 只是我个人建议 因为怎么说呢 其实我弟刚才的意思就是说 承担房贷什么的 完全就是想要一个他的态度 并不是要他出多少钱 然后他直接就说 他们一个月涉不了什么钱 你既然用余钱去打开 对不对 为什么我不能把这个钱拿来存起来呢 那现在姐姐这边的态度 就是觉得你们两个有一些不合适了 你这边呢 我会跟他说 让他就是说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规划 后者的话就是让他自己表达一下 看他自己的心里面的看法 那所以我现在可以这样说吗 其实你还是想继续跟他继续了解下去 最后还想看看他是否有这样的态度 就想看到他的态度 是吗 可以 花开花落中有时 相聚相逢本国业 亲友团这回听到人家的回答都不累了 更不用说大哥心里咋想的 可把你揣斗里 你瓦个揣斗里 咱是吃苦受罪为家抛头颅撒热血 但他却是吃喝玩乐不管不顾啊 你的选择方式就是这样 一会儿呢你就在那个马路边上 那个人行道上进行等待 给你十分钟的时间考虑 如果说你选择牵手成功 你就回到这里跟男嘉宾会合 如果选择牵手不成功的话 直接坐车离去就可以了 现在呢我们女嘉宾就到那个路边 做好准备 我们期待最后的结果 三二一女嘉宾请选择 三二一女嘉宾请选择 那确实非常的遗憾 看着女嘉宾直接离去呢 就表示她今天选择是牵手不成功 这嘴得啥味啊 饺子味 饺子味 更有幸福子味 真是唱戏的躺眼赖 可歌可泣啊 都说上车吃面下车吃饺 大姐这是把大哥当成自家人的啊 自个不远万里赶来相亲 一上来就吃到 一中人亲手包的那饺子 这心里别提有多激动啊 王宝忠 王大哥你好你好 我是红娘小五 这是顾客呀还是朋友 这是顾客呀还是朋友啊 也是那个什么总来的 啊啊啊啊 没问题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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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先进去啊 你先进去啊 大哥这饲料店是你开的呀 对是我开的 咱是刚堆不长时间吗 不是 我看网上有这个网红零食精品鲜果啊 这个不是 我去年嘛是在那个到那旁 我那商店嘛建议给站了 临时办这屋子 小了就是那也临时吧 这个是临时的 临时的就发工 房子还不好做 好做还得换大了 对 咱这个饲料店开多长时间了 二十多年左右 天空一声巨响 咱大哥闪亮登场 真是飞机上打点滴 水平高啊 咱可是没想到 大哥还是个实打实的大老板啊 一见面就是西装革履大皮鞋 生意能做二十多年之久 那指令也是赚了不少吧 人家养牛从上面来吃食料 这大哥是干啥的 我也是养牛专户 也是养牛专户 没进化的 你们跟他合作多长时间了 合了好几年了 好几年了 有五十六年了 人家看来还是合作挺好的 要不然能有这么多老顾客吗 对对对对 咱们也有人缘 都愿意跟咱们老俩就可以了 不管是面相啊 还是接待客人的都好 一般的农村来 下来就不满食料的 都你拿着 但是坐一会儿 方便一下 都行 喝喝的 我没事说我天天上这儿来玩一下 那你这一年销售额 就是能有多少吨呢 这个吧 好比说销售好呢 三百吨二百吨 挣十多万呢 或者是二十来万 真是刘备编草鞋 手艺高啊 咱们本以为屋里做的都是聊天落客的 没想到一个个问了才知道 人家全是上门送钱的 还真是过年娶媳妇 好是成双啊 今天不仅送老婆的喜鹊报喜了 而且上门送钱的顾客也敲门了啊 还真是赚钱娶媳妇两屋啊 这样买的是挺好的 那该说不如今年也五十把了 打算干到啥时候啊 咱们得干到不能动的那时候吧 然后干点身体也是一时半会儿扔不下 扔不下 那等到退休分数的有没有退休金呢 有 自己交的 大概也能开两千块钱左右吧 嗯 反正也够用是不是 够用 啊 生活也够用 就我一个人 儿子 在部队当兵呢 哎呦是吗 啊 哎呦那培养挺好啊 啊 我把我儿子培养大学毕业职业去当兵 啊 完了那个呃 回来职业就分配到政府工作 啊 事业编制 啊 嗯 买的挺好 真是端午节吃重的 皆大欢喜啊 大哥自个是个事业有成 儿子也是退伍出身 早早就有了事业编制 自个身体是无灾无病 儿子又是前途四景未来可期 这要是在铁树哈花报的美人归 那岂不是飞机上我腌制 美上天了啊 这头七年不是广西北海 不搞串销吗 这个媳妇啊 就被这个她的亲亲 就带去广西北海搞串销去了 就自己就走了 就自己就走了 我在门房工作啊 到晚上回来 她给我写一封这个留言吧 她出门了走了 你带家好好照顾好自己吧 她自己就拿家里钱去去了 她拿了多少钱呢 得有个几十万吧 孩子她又给带走了当时 哎呀妈 那胆子也太大了 嗯 多危险呢 是 当时是我挺伤感的 家里就三个人吧 就剩我自己了 一夜之间 挺痛苦的 真是留姥姥进大花园 大开眼界啊 大哥的前妻还真是会晚啊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不仅一夜之间 就让大哥成了的老光棍 还把大哥苦拼多年的积蓄给带走了 一下子就成了 要钱没钱 要老婆 没老婆的可怜人啊 好在人家有个强大的心道 不然估计这会 都见不到人家的人啊 真漂亮啊你啊 谢谢 谢谢快点 你也太年轻了 年轻吗 你有52吗 有啊 这个脚果是我姐开的 那就算帮妈妈也算是 自己家买的 对 是 十多年了 这是我大姐 你好 这是我大姐 你好 那是二姐 哎呀 那你们这个属于是 你好 都多少年了 你们这个属于就是姊妹店了呗 是不是啊 对 就你们仨就找十多年呢 对啊 哎呀那挺厉害啊 把这十多年了 别地儿还有 就是干了 反正这个 来来回都有二三十年吧 也就这样 我看她家是个饺子馆 饺子馆 饺子主打呀 对对饺子主打 那你上不上手包插的呀 我插我不行 最主要还是他们俩 那你在这儿的话 就是姐姐是 你们是怎么分红啊 还是姐姐正好你开公司 姐姐反正要挣得多 多给我点 一年保证有三万块钱吧 天空两声巨响 咱大姐闪亮登场 真是留姥姥进大花园 大开眼界啊 红娘一见面就瞪大了眼珠子 毕竟看大姐的身材像貌 这咋看都不像是个 半截身子踏进土里的人 先抛开长相外貌不坦 大姐和大哥都是做生意的 都说到不同不相为谋 人家两个指定能走到一起啊 准备好没 你先走啊 我先走啊 你先走啊 你先走啊 我给你带个路 你先走啊 您好 您好 我的手啊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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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姓王 我姓李 我叫王宝忠 王宝忠 在华年中 李云仙 这是我二姐 您好二姐 这是我大姐 您好大姐 嗯 两个姐姐 丑君咋样啊 挺好的挺帅的 这个又是帅哥 谢谢 还可以 演员还可以 他挺有气质 挺有演员的 九十一点九吧 你带0.1下哪呢 0.1 那不能说是满分 咱看这么亲身也是 铁头戴了钢帽子 好显得很啊 都说相亲也圆战一半 俩人一见面 就直呼印象不错 大哥更是对人家一见钟情 二见清新 三见脸吸铁都准备好了 大姐也是直言人家式的大帅哥 一上来就大获全胜 咱就等着喝喜酒了啊 我带着吃 我还有点不好意思 别客气 你喜欢啥件啊 有酒吃的就可以吧 韭菜鸡蛋虾仁啊 行行 那就来那个 韭菜鸡蛋虾仁啊 对 线包啊 对啊我们都是 我们都是线包的 不 不 我们都是线包 线包啊 线包我也伸手呗 你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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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啊 我忙了你没时间啊 线包啊 不是线包 用我伸手吧 不用不用不用 自己就可以 大姐自己就可以 他包快啊 一会就 朱如琪的水煎包 先来一盘啊 好的 送拿来看不见 真是老奶奶酸被窝 给爷整笑了啊 虽然说大哥是不远万里赶来相亲 大姐作为东道主 理应尽地主之意 但真要是让大姐当服务员小二 大哥还是打心你的不好意思啊 饺子吃嘴的啥味啊 饺子味 饺子味 饺子味啊 酒才味 饺子味 更有性骨子味 饺子味 来喝点酒的汤吃好 谢谢 不客气 你吃好就行 哈哈 那我就都吃掉了 都吃吧 都吃了 都吃了 你要不够的话再给你包点 其实讲话呢 乍开始来就肯定是不好意思 直接就吃了饺子 我心里 你不能打好意思去吃两个都不死了 不能 那吃就得吃饱吧 咱看这么亲事已是 摸着石头过河 稳稳当当啊 大哥嘴上说着不好意思 但是身体确实诚实的不得了 要不是害怕冷落了一旁的一众人 估计不一会就只剩个脚子汤啊 不过一马归一马 才见了第一面 就吃上了老婆亲手包的脚了 大哥已是打心底的感到幸福和满足 你家鸡肉 你小镇当兵兵 他是大学本口去 没走的时候就是带四爷鞭子走的 回来就是在政府这个部门行政 孩子这一块吧就是 不用操心 不用操心 他回来就是结婚买楼在华店 那我就全房位都能 我就解决了 你自己有房子吗 有 房车都有 马面也有 还挺幽默的今天 这真看着高兴来了 我也没有什么负担 没有负担 就一个小姑娘孩 工作也有 她也能 自己也可以 都能自立 都可以 这就行了 我也没什么负担 就我自己现在 挺好挺好 都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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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咱这孩子吧 都已经走向社会了 而且都有自己的工作 所以说就是我们这个当老的吧 也就是在这个孩子身上吧 就省心了 真是小马拴在大树上 牢耗的不得了啊 说起自身的家庭条件 大哥的经济实力是稳操胜券 这个不仅有房有车 而且光是存款都有好几百的 以后儿子结婚买车买房 也是洒洒水的事 大哥是没有任何家庭负担 大姐也是一身轻松 咱看只要不是一老亲资 站出来反对 那肯定能成功牵手啊 得出出吧 不能说去就去啊 那我还就是 虽然是都离婚都结婚 那也不能太那什么了 对不对 互相还是得相处一下嘛 必须咱们两个人 这个十准八九的了 八九不离十了 那我可能说我会去 那就是这样的人 都是比较收稳的 就是在外面没有 没有什么影响 坏的影响 困难过去了 现在呢就想撑个家 找个家了 像他们的女朋友觉得 得考验考验咱们男人 这个什么性格 都什么 什么状态啊 什么脾气 那只有是用时间去见证 我说这是不是在里 像咱们俩现在就是认识嘛 第一个人一会加个信息 先聊一阶段 完了你就是聊完了之后 你该去划电 你就去划电去看一看去 上划电走一走 看看咱们家 看看咱们店 你必须得去看一看 走一走 完了 走完之后你回来 就心中有个疏忽 反正就是都给你 实际一个机会 先相处相处 对 是否 必须得去走这个过程 没事就微信聊聊天 好 相处一下 两人也都 都互相都主动点 真是端午节吃重的 皆大欢喜啊 花开花落中有时 相聚相逢本国业 最后也是不负众望 相亲成功 咱宣布大姐和大哥 正式被脱单攻坚出了奋力 先这样 干脆你衣服没换的话 你们俩可以互动一下 就先体验一下 你的工作状态 不用吧 给让他感受一下 因为我现在在处理 在工作上的事情 不方便 我跟你坐一起 我不是 我跟你坐一起 你们俩坐一起 这什么状况 真是穿着皮凹打赤脚 凉了半截啊 大姐一见面 虽然四个穿的是美文美观 但看到大字都穿着朴素 对人家的牌制 可不是装出来的啊 自瑜伽行业的话 从十七岁就开始练习瑜伽 看瑜伽馆的话 已经有四年的时间了 以前的话 我是在北京 北京学了瑜伽 还在北京工作 上瑜伽课程 在最后几年的时间里面呢 我每天的工作 就是从早上到晚上 有的时候从五点多钟 就开始上课 到咱们的结束时间的话 有的时候九十点钟 才会下班 真的是特别辛苦 真的很辛酸的一个人 我们的馆事 都是我一个人干的 没活活人 从管理的 就是从管理招聘 还有就是上课 还有对会员的一个服务 这些全都是我一个人 通过这几年的努力呢 我拥有了两套房子 第一套房子的时候 我已经卖掉了 第二套房子的时候 是我现在的 南岸的那个雨晓馆 是我自己买的 车子呢 现在的车呢 就是一辆三十多万的车 也不是特别好的车 也不是特别 反正就车火吧 就是这样子的 天空一声巨响 咱大姐闪亮登场 真是飞机上打点的 水平高啊 咱大姐艺术厂 就是一身瑜伽服 面容不仅较好身材 也是是玲珑有致 整的咱眼睛都抹不开了啊 凭借着出色的业务能力 现在人家都是两个店的大老板 要车有车 要房有房 还真是个要啥 啥有兜的大美女啊 这个本来我们约的是十一点 现在已经是十二点钟了 迟到了一个小时 这一个小时是在忙什么 我自己工作那边有点忙 然后来迟到了 然后把工作交接了过后 我再过来的 那平时的话 工作这样的忙的状态 是常态吗 对对对 这是我的常态 那以后啊 我还是要提醒你 如果谈恋爱了 遇到了自己心仪的女生 真的把这个时间给分配好 好的 是吧 还有 你看今天这个着装 咱们相亲呢 你就这样子就来了 对太忙了 然后我 我今天早上 然后我一早 然后六七点钟 我就到厂里面去了 你背一件衣服呀 就把衣服拿在厂里 到时候换也行啊 然后呢 我本来打算去换一件衣服的 但是后面想 赶紧的 人家就等着 然后完了都要迟到了 我就立马的 我说赶紧的过来接我 我们就 我们就走了 对牛肉 冷吃牛肉 对啊 都是自己亲手做的 对 这都是我们自己生产的 我自己生产的 我们自己的加工厂市场的 那现在生意怎么样 我们总体来说到 我们的情况的话 是比较好的 一个月的销售量 可以透露一下吗 平均来说 十万块钱多 其实男嘉宾自己创业 能够体会到这样的精心 那其实我们女嘉宾 这一点跟你也非常的相似 天空两声巨响 咱大哥闪亮登场 真是土地庙里甜窟窿 不妙啊 咱大哥医书厂 还真是和大姐大相敬庭 穿着短袖短裤 就着急忙慌的出来了 一问才知道是忙于工作 但是毕竟这次可是上台找老婆的 孰清孰众可得分的情啊 还好虽然说形象是差了点 但是人家越受十万的经济 实力实力 可是完美迷补了 好美啊 来 现在先认识一下吧 好不好 来 先认识一下 不好意思 我今天迟到了 今天因为工作原因 稍微来晚了一点 让大家所有人都等很相应 这是我给你带好吃的 这是我自己做的 谢谢 你叫什么名字 没给人家讲 我叫林郑 重庆的 重庆开信的 好 我当时见到女嘉宾的 第一次印象是非常 非常好 非常不错 因为当时她的气质是非常好的 我的话在目前为止 我是那种慢热型的人 见每一个男士的话 我都不可能是一下子 对她很动心的 可能就是还是有行动呀 相处下来比较OK的话 我才会对她有那种感觉 爱情经不起等待 大声表白就要现在 看到身着于家福的大吉后 不仅咱的眼睛 是再一次地挪不开了 浑圆的双腿一览无余的身材 就连大哥也是看着直流口水 直言对人家一见钟情 二见清心 三见连喜铁都准备好了 虽然说资格是打心底的相中的 但大姐却是貌似没有一点感觉 就看大哥如何做出努力了 那咱们就骑里看唱本 走着瞧吧 先这样 刚才你衣服没换的话 你们俩可以互动一下 就先体验一下你的工作状态 不用吧 可以体验一下 因为男嘉宾也是一个质检的人 他很喜欢这样子的生活 给让他感受一下 因为我现在在处理 在工作上的事情 不方便 其实我除了我们家会员的话 我是有这种身体接触的 但是通过这样的关系的话 我不想去 后来有什么样的身体接触的 是这个意思 这什么状况 我也说不出那种感觉 反正那时候 我就感觉那个主持人特别亲切 我就想跟他一起做 就不想跟男嘉宾一起 真是冷灰里爆出热力的 一想不到啊 红娘本意是为两人牵线大桥 赢到一个良好的印象和氛围 没想到大姐一想到 会和大哥有身体接触 马上就躲不住了啊 食言不是自个家的会员不让碰 而且就连坐都不想跟人家挨一起啊 小小的脸上 对大哥写满了大大排斥 两个人第一次初次的这个 见面聊天的话 聊聊自己目前那个状态 包括你自己的一些三观上啊 各方面的一些问题 做个初步的了解 为什么把两位我们匹配到一起呢 也是因为两个人在你们的这个工作上 在人生的规划上都是有自己的目标的 而且为了自己的事业 也是在不断的努力拼搏 往上走的 像男嘉宾他自己现在呢 也是创业三年啊 我觉得两个人可以先从你们的工作啊 包括生活态度 我觉得这个也非常重要 看有没有共同的话题可以聊一下 我没有觉得他的条件好啊 我没有觉得他的条件很优秀啊 看到大姐如此排斥大哥的人 红娘也是扁的挑水 心挂了两头 便连忙解释 之所以安排这次相亲 就是因为两人有很多的共同之处 大姐的收入是两三万的高水平 大哥也是实打实的实力强横 像装五件衣在配工 咱也是能看出来 红娘这是大轴角小轴 话里有话 就是想让大姐放低姿态 别瞧不起人啊 在一听她在说怎么 我就开始我就有点愣了 我也不知道 怎么来说呢 可能感觉定言都是特别认同的人的话 我就不想去跟她 就想个多聊 然后我在说我工作上面的事情的时候 李嘉宾在看手机 可能就是因为她确实很忙 因为她的工作的话 她的工作的这个事情一定是很多的 这个也是属于就是李嘉宾的一些 一些工作上面的一些周到啊 包括一些细心啊这些 真是冷灰里爆出热力的 一想不到啊 大哥在一旁介绍起自己的经历 没想到大姐确实在一边 扣牛起了手机 红娘问起对大哥的印象 人家确实直呼没在意没听见 属实是厕所里撑单票 过分了啊 看到大姐一点不把自己当回事 没成想大哥非但不生气 反而还主动给人家找起了理由 看我们男嘉宾 我带她进来的那一瞬间 你看到她第一印象 第一感觉怎么样 这这个眼神就是告诉我 第一印象是怎么样 可以具体的说一下 是哪些方面 让你有这样的感觉的吗 我觉得看演员吧 就是那样子 不是那种 因为我知道其实很多人 都是第一演员 但是第一演员也分比如说感觉 她的外貌 身高 发型啊 衣着呀 颜形啊 这些都在第一演员之内 你觉得你 应该不是我那种喜欢的类型吧 你喜欢哪种类型 我呀 目前的话好像还没出现过 咱也是无功吃营火虫 心里有数啊 大姐笑而不语的样子 就已经完全的说明了答案啊 就是打心底的一点都没有看上 嫌弃人家打扮土里土气 要档次没档次 要颜值没颜值 红娘也是仗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 当时不是大姐选中了大哥吗 看我们女嘉宾是 已经是这个换完 变装了 就日常的着装怎么样 嗯 好 那么简单 嗯 好 领导批示吗 嗯 好 不错 特别漂亮 你觉得刚刚那身衣服穿着好看 这身衣服 我觉得都好看 这样的题目还是没有回答错哈 那行 既然女嘉宾已经换上了 就日常的衣服哈 我觉得两个人 就像我们刚刚交流那样 可以再具体一点 好不好 把两个人基本讯息或外向 因为刚刚这些我们都没有聊到 好吧 好 还是我觉得男嘉宾要主动一点 咱看这么亲事也是 转了线的风筝 没死亡了啊 虽然说大姐打扮得在光鲜亮丽 穿着样貌在雍容华贵 但最终也是嫁为他妻啊 大哥吃得扁食一个又一个 但仍然是抵不住对大姐的喜欢 打不倒大哥的 只会让人家变得更加强的 那就看接下来的接触了啊 其实我妈妈也想 我妈也念瑜伽 她跟我妈是处于直学 她直接在家里面直学 她是已经念了十多年了 你说你妈妈也在念瑜伽 念了十多年了 现在应该我在想的话 念十多年了现在是非常好的 而且后来身体的一个状况 各方面都是蛮不错的 那你看着她念了十多年 你有没有念过瑜伽 跟着你妈 我说实话 惭愧 我们没有念过 确实是没有 但是 但是我 知道啊 知道瑜伽是念了 对身体好的 我希望我的另一半 要跟着我念瑜伽 对 我希望我的另一半 因为我觉得咱们全家人身体好了 才会 为家庭会 才会更好 如果说一个人的身体不好的话 可能会带动一个家庭的 是这样子的 其实我工作对外 大部分时间空是在学习 就是 就在自我的一个 就是提升 因为平常我可能对十四五斤 那因为你看我平时 我表达的一些 可能有点 感觉有点 有点母辣 平常是这样子 可能感觉有点枯燥 因为 因为说的没一句话 都是要 遵循自己的 哪个感受 观点我觉得挺赞同的 对 看得出来 他是非常伤心 有爱心 有充劲的一个少年 挺好的 我觉得 他是非常正能量的一个人 看得出来 山中水不已无路 柳安花明又一村 大哥说起 四个的母亲 也是练习了 十年瑜伽的好手 大姐马上就询问 大哥是否接触过 虽然说大哥表示不感兴趣 但是好在人家把时间 都用来提升资格了 不是学习四书五经 就是赚钱养家 所以说 不善言辞像个木头疙瘩 好在大姐觉得人家 有抱负有理想 对 像此一什么 一会儿我会点外卖的 不用管 甭管的 我不想跟她吃饭 没有为什么 反正就不想 现在呢 我把女嘉宾单独请到了外面 我想跟你单独地聊一聊 首先 你真的不饿吗 其实呢 有一点点 其实没有关系 刚刚男嘉宾问你要不要一起共进午餐 如果你不是太愿意的话 也可以自己先吃 或说让她也自己点个外卖也可以 而且我觉得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共同的感受 其实你们两个人是在把这个紧张和紧绷的状态慢慢地是在往下放的 就变得轻松一点了 当然这主要是男嘉宾 他也轻松一点了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的交流更顺畅一些 可能他也没这状态 我也没这状态吧 可能也不是那种 那种 那种的人 因为两个人平时都是 对 把时间都放在工作上 对 觉得他不在状态之外 感觉上 认识 认知上 对他的这个认识程度上 有没有好一点 要想我好一点 但是我觉得刚才呢他一直在聊天的时候都在说他自己 他根本就不考虑到我的这边的一个感受 然后我的话就是我还是洗耳工听 我还是听他的 就是不管是我开始的时候有点不耐烦的说心里话 后面呢好一点呢 我觉得人家来的话 我是要去聆听他说的 每个人呢他的表达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跟男嘉宾有点就是急于地把自己的方方面面 都表达到位 没想到弄巧成拙了 其实他就是想给你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我是这么认为的 真是瘸腿跑赢飞毛腿 一想不到啊 看着时间已经过半了 大哥便想主动表现一番 誓言要请客吃饭 没想到大姐还真是有便宜的不占 直言不需要四个点外卖 虽然说红娘是很努力的在原厂的 但估计伺候也是不会如常所愿啊 就是我们就说连于女嘉 为什么你会拒绝啊 因为是这样子的 有往有往现在要处理工作上的事情 以后还有四次 就是说就今天就这样 就是那个 你看你也是想跟他拉近距离 所以呢一再的就是想请女嘉宾 跟你有一个互动 教你一些瑜伽的新的动作 但是女嘉宾这一块 她就是一直没有愿意 我们怎么样劝说 你怎么样要求 她都没有答应 你觉得她是出于 什么样的一种想法呢 不知道 不知道 那你有想要去了解过 她真实的原因吗 我没有想过 我也不知道 她说不想就不想 对 那其实今天呢 你看两个人 也聊了那么久了 在一起呢 也相处了那么长的时间 我想知道你现在 对于女嘉宾的一个想法 首先女嘉宾落落大方 然后的话 女嘉宾各方面的条件 也非常出色 也非常优秀 包括她对于余嘉的 这个一直以来的 这个做这个事情 我也看得出来 其实她通过这段时间 一直以来的话 包括她的门店 已经有一家两家 那证明她们对这个行业的话 她很专业的 好 再加上这个女嘉宾 就是她一个人去面对这么多事情 那肯定她的心态是特别好的 是特别不错的 所以说从各方面来说的话 女嘉宾其实都是一个 很优秀很优秀的女孩子 很优秀很优秀 对对 花开花落中有时 相聚相逢本活业 都说失败是成功的妈妈 但是大哥这个失败 就是怎么都回不上 就像个百战百败的黑马 无论自己在前面 怎么做出争取 可换来的都是无情的拒绝 咱们俩已经相处了半天了 而且就是咱们相处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您就特别细心 然后的话 对我们所有人的照顾都非常的周到 而且很周全 就考虑很周全 就包括您呢 就是各方面的条件也特别好 但是呢我就 但是我们相处过程当中 到现在为止啊 就是我觉得就是 我有点不适合你 就包括我的表达呀 包括我的说话呀 包括我所阐述的那些价值观 这些观念 就直觉告诉我 就我被的人比较相信直觉 就告诉我就是 我有点不适合你 那其实我相信 她确实是深思熟虑了 是吧 认真的考虑了今天 就是两个人相处下来之后的 一个感受 那我不知道女嘉宾这边 有没有什么话要跟她讲的 我的话也没有什么可讲的 觉得还是 一爷长俩都不合适吧 而且都不是 对方想要的那种人 是 好 那既然双方都这么觉得呢 我们今天就不做勉强了 因为她比我小 三个队 那你很差点的时候 我脸还是黑斑多点 我脸斑多点 她老婆会很乖 真是蒙在鼓里听打来 分不清东南西北 咱还真是背大呀 给人家怒骨头了啊 看得清的都明白 大也是头发花白满脸黑斑 大妈头发却是乌黑发亮 光热如月 真不知道哪来的自信啊 这一走啊 是又恨 又爱 哎呀 那心情挺腐杂 不听话 说走就走了 这是恨 话这么说呀 你非什么 什么也不想留的 别留就留痕迹 你过去也劝个别人呢 那什么什么东西 你赶紧处理啊 结果轮到我了 我自己挨自己 处理吧 现在心里有些东西 有些事情 后悔 那事不能 不应该 当时不应该的 哪怕留那么几样 那现在想的的时候 咋样了 看照片 我经常晚上 把电脑打开 就把他一些照片 我打到电脑 电脑开子 眼泪啊 好多东西 都是自己往度一样 我因为我没和别人 任何人表达过 我只能是自己默默流泪 叔那你现在 为什么要想找对象呢 越来越孤独啊 看我们节目 相中了一个阿姨 那你相中他哪了 从长相看吧 你到那去 就是轻装 仪化 都挺好的 那等我 把阿姨领来 然后来咱这看看 天空一声巨响 咱大爷闪亮登场 人生有三千级 唯有相似不可疑 大爷已是厨房里的案板 尝过爱情的田 吃过爱情的火 自打前妻不幸一世后 自个的生活 就没有了个盼头 好在人家也是 成功地走出了阴霾 这次铁树开花 再逢一春 也是诸葛亮带兵出征 从不打不把握指账 你要想再找另一半 想找个什么样子 我看郭正大 那个大哥挺好的 我觉得他这个人挺朴实的 挺本分的 对人能善解人意吧 我觉得挺靠谱那种 一会儿我领你去他家 咱们去看看 好 行 电视上都看着对方了 而且都是对对方 特别有好感的 这就太巧了 都是有好感的 阿姨那个 也是这两天要看的节目了 对 好像没几天 对 不到一周吧 真是端午节吃粽子 皆大欢喜啊 都说好的爱情是双向奔赴的 咱猜大爷大妈这两对怎么着 大爷是隔着屏幕 就对人家一见钟情 大妈瞅见大爷的第一眼 也是深深为之着迷 都说男追女格作山 女追男格曾杀 那这次估计就差一层窗户纸了 今天是为干什么用的呢 鸡床 玩的 这是我的玩具 这是我的想想的 成功的呢 就算我对人类有个贡献 不成功的 就当大妈的样嘛 点炮了 现在继续研究呢 继续做呢 别说研究 咱就是玩的 在这个屋子可能就是 这电脑率率最高了 对 咱现在做面儿还好 还是他研究的这个工程的东西 那个不是工程了 那已经是作品了 啊 在这个说话江边摆了呢 这个东西 跟你也有关系 那是我亲手做的 啊 可能是白天的时候书 就是用这个电脑来操作 这些工程的东西 晚上呢 他是用这电脑方爱人的照片来看 来怀念 哦 中感情呗 好吃 真是飞机上打点滴 水平高啊 别人家的玩具 都是巴掌大的小东西 咱大爷的倒好 都是比半个人还高的铁哥的 成功了就叫大爷老总 失败了就叫我大爷老某 爸妈虽然是听得云里雾里的 但仍然是不由得竖起了大不止 其实你对你爸有啥要求 心地的善良 嗯 是正经过日子 你对我的人像啥样 嗯 就是年龄大一点 年龄大 年龄大 我感觉年龄是高一点 嗯 嗯 那没事 嗯 当朋友也行 没事 不是 就是这个年龄 你现在接受不了了 年龄漂亮 那往下聊一聊 既然你嫌大了还聊什么呀 哈哈 就是阿姨是这样的 嗯 熟呢可能感觉大 但是你可能别的方面比较 满 让他满意的话 他可能不会在乎这个 既然你这么说了我心中又不得竖 我这人呢 嗯 做事 从来都非常坦荡 我跟谁我没啥遗憾 真是土地庙里田窟窿 不妙啊 问起大爷对大妈的印象 大爷却是胡同里赶出 直来直去 直言大妈看着面相太老 大妈一听也是直接明白了人家的意思 都这样说话了 那指定就是没看上四个呗 红娘也是扁的挑水 心挂两头 直言大爷并不是想要就此结束 没想到大妈一听是更不乐意的啊 就怕你这个事儿在你心中算一个影响 他其实呢是想要跟你再聊下去看看 如果行的话他不介意这个 他是怕你心里会把这当成个事儿 嗯 其实他是这个想法的 哦 那就再聊了吧 那你跟我喜欢 三十岁 那你跟茶脸的时候 我脸还是黑斑多脸 真是唱戏的腿臭筋 属实下不来抬啊 大爷的头发都要白完了 但是反观大妈 却有一头乌黑发亮的秀发 再说脸上的褶子赫黑斑 就是美颜开到最大 谁老谁年轻那也是一番变质啊 叔啊 就是阿姨其实 能现在能理解说 你对年龄这个看法啊 就是其实她呢说 你对年龄这个看法啊 如果说你不介意呢 把你试一试 是 怎么试啊 年轻查的永远就变不了 就这么大了 对啊 对啊 拿着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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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 好嘞 好嘞 你去车等一下啊 我说一下啊 好嘞 好嘞 好 马上上来 真是秧地里窜老虎 一想不到啊 钱都大呀 还直言四个 月若过万名下 还有三套坊 嘴上说着 乡中的要请客吃饭 没想到吃饱了嘴衣吗 就拍屁股直接走人了啊 哈哈 你辛苦啊 这是怎么 这个从厦门过来的啊 对 为啥没坐飞机过来啊 因为我在使用一个朋友 我塑料看看 是从沈阳转机过来的 是是是 这一路还挺辛苦的 应该应该 大哥你是我们原来 不玩史上最远的家族了 最远的 对 可以从厦门过来的 这女性非常善良大方 贤惠 是吧 能干 还有个能手回到 能手回到 我们东北女人 这个印象这么好 在你心里 天风一声巨响 咱大爷闪亮登场 真是刘姥姥进大观园 大开眼界啊 咱节目的粉丝 还真是来自五湖四海 李大爷可是不远千万里 转了两班飞机 才到达现场 纵使路途遥远 也抵不住人家 对咱东北女人的热爱 红娘也是直不长见识的 看来咱大东北的女人 对外的口风 还真是不一般啊 有一个不太礼貌的 这个疑问 没事 没事 这管管 咱们这个脸上 我看刚才这个手上 这是咋的 这个是这样 因为我搞建筑的 太阳晒 白斑 是这个白电工具 也算是白电工具 治不好 最近这两年才有的 我看这两个手 都有啊 在手上 身上好好的 身上没事 对啊 我治疗狗 一般来说 可口品太吵了 对 因为据我知道 就身边人也有过这个毛 好像是不太容易 不正确 非常顽固 所以有时候我在外面 别人也会残权 我就肯定说避免 经常避免出去 所以动一动来 搞到自己也非常尴尬 也会觉得心里头有点 很不舒服 大夫有没有说 这个病会不会影响 人的健康寿命 不快不会会 关系自己心情好 想开一点 一点不影响我讲实话 不疼 不痒 不传染 就是难看 所以大家如人接受 就是不严重 不勉强 咱主持人作为一名资深红娘 一见面就把大爷观察得 细致入围 一下就发现了大爷的不同 小心使得万年纯 毕竟万一给大妈 镶了个炸药桶 那岂不是酿成大错了 面对红娘的质疑 大爷也是胡同里赶出 直来直去 直言是因为四个工作原因 但也是拍着胸脯保证 绝对不传染不影响 我今年夏天 在广东造庆 买了房称的一个收据 因为刚刚是个七房 那个房款证 那个房称成本下来 这个房子是你名下的 是我名下的 全权的 80多 除了这个在贵阳 还有两处 贵阳还有两处 对 一个60 一个90 这是投资用的 有个出租 有一个我自己的家 我妈妈在里面住 那怎么在贵阳买房子 你在贵阳生活吗 是这样的 我妹妹在那边工作 我妈老了 跟着我妹妹住 因为我妈在那儿 我也经常回去嘛 所以在那边买的房子 就是你特意给母亲买的 下面有没有房子到那儿呢 我下面有一套 有一套在我女儿在住 有20年了 每天20年了 那你姨姨在下面 你住哪儿啊 我下面都一起住啊 你跟你儿一块生活啊 我就说在住还是一起住啊 这个我们单位 以前还有一个工夫房嘛 工房 有在住房子 对 那没有产权的 真是泥丘钻洞 深藏骨露啊 都说饭馆 毛钱给够 漂亮媳妇就能往家凑 咱猜怎么的 大爷名下 不仅足足有三套房子 而且每月的收入 加起来可有17000元 妥妥的钻石李老五啊 白纸黑字的证明 可都摆着呢 还真是小马摔在大树上 老靠啊 可见人家不远万里 也是心心满满啊 没发现可傻了 没啥心眼 后期那女的快生了 才知道 有孩子了 有次出门回来 我说咱一会儿出去吃饭去吧 往我 我家原来还有个喜遇 往我们就去吃饭去 那女就跟去了 明目着难找 是 孩度都挺大了 那时候 她拿酒泼 我天赋的 就逼她离婚吧 对 那是第一次见到那个女的吗 你 嗯 对 你当时啥反应 我啥事儿没止 我说咱回家吧 跟我回家 我就问她 我这女是谁 她就说 外面有外遇 就是那孩都要生 原则行事 不像别的事 说原来不了 她就说 那个我让她打了 她要不打的话 生了把孩子送入村 她不想离婚 没办法 我去必须再离 天空两声巨响 咱大妈闪亮登场 真是厕所里人炸弹 激起民愤啊 要说婚姻中最害怕的莫过于两件事 出轨和家暴 前夫这一偷行出轨 把人家肚子都给搞到了 不仅导致了大妈家庭的破裂 而且又害了另一位女人啊 原则性的问题一旦触犯 长痛不如短痛 大妈也是把刀劈软说断就断 人生也很高兴 大哥从厦门特意飞过来 相信我们原来不晚 想在我们一起帮陆下 给找个伴 谢谢啊 说太好了 费心了 是不是这个意思 能看出大哥的诚心吗 想上东北找个伴 我老家是这边的 籍贯 最籍贯最籍贯 原始山东的 我爷爷的爷爷 闯光东 我家也闯光东 闯过来了 大姐说他家老家 山东哪地方呢 叶县 有 我这是老乡 小龙半岛 我爸你看过老八爹在山东 对啊 我说鲁丁都是一个山东简称 哪块你家是 我家去也是叶县 西游镇的 这么巧啊 对对 无巧不成说 原来很原来 叶县县吧 叶县县县县挺富的 是 老家你说 在一块的就会 真是端午节吃重的 皆大欢喜啊 花开花落中有时 相聚相逢本活业 咱是千算万算 都没有想到 大爷不远问你上台相亲 没想到在异点 还能碰到一个村的老乡啊 这阴差阳错之下 还真是上天给予的缘分呀 都说老乡见老乡背后 童两刀 那咱们就齐力看唱本 走着瞧吧 不错啊 长相 标志 皮肤白准 身体也苗条 感觉很面善 都说有点脑香麻烦 有点亲切感 眼圆还可以 他这脸那一块 你们看耳朵一块白一块 那会啥呢 是白天方吗 对 因为我也是见着他 才看见 他那个病也没有事吧 没事 他就跟我说了 不影响健康 不影响寿命 不痛不痒不纯染 一会聊聊看看 各方面对你 各方面都那啥 特别好的人也行 爱情经不起等待 大声表白就要现在 大爷一见着大妈的面 就直呼对人家一见钟情 二见清心 三见连户口本都准备好了 直言无论是性格还是长相 自个都毫无例外地看上了 倒是大妈那头 确实有所担忧 觉得大爷的脸上 白一块黑一块的 红娘见状也是连忙圆场了 就看人家打心底 是否会介意了啊 你这是搬的是啥 是白天风 我知道跟你说 这为什么产生的 第一 工作焦虑 焦虑就得着病 这个还有一点 太阳热透晒 我们是在工地上到处走 就手有 身上没有 身上都说 露出的部分 太阳有一部分 它不明显 一点一点都热透 身上都没有 这个病是不传染的 我排队胸口跟你讲 绝不传染 一是不传染 二是不影响健康 这就两点 那就行 这个小王同志 不介意我现在这个白班 让我很感动 别的身体怎么样 这也可以啊 所以你说 血压都140余位 抽烟喝酒吗 我不抽烟 少酒 喝点啤酒 不跳舞 这个挺好 不喜欢喝大酒的 或抽大烟的 咱看这么亲事已是 铁头戴了高帽子 保险得很啊 看到眼前的一众人有所担忧 大爷也是拍着胸脯保证 资格这病完全是由于工作原因导致的 一不传染 二不影响身体健康 再一听说大爷这一辈子 不抽烟 不沾大酒 爸妈对人家的好感是更上一层楼啊 另一半就有什么标准呢 看我 是活 长得像你吗 漂亮啊 苗条啊 别的方面 这是外表 别的方面呢 别的方面要温柔的吧 你柔可刚嘛 是吧 还有别的 别的经济方面都不用 经济方面 我 我退休金不高 2300 不是 我既然能够成家了 家里生活 我全部负担 反正家里面都是 救了退休金 吃光花光 身体健康 您退休金多钱呢 我将你七千块钱 那他退休 够用 够用 还行 这个情况挺好 我特别 我不是太 计较笨钱的人 但是我特别烦 那特别小口的男人 大多当他说 我一个月快七千块钱 说咱俩就吃光花光 对对对 不要吃掉 这种生活理念 你认不认同吗 对应该这样 因为啥 儿女 儿女吧 儿女 自己 自己都有那啥 都有钱 你不值你 这个就是 后半生 现在的五六十了 你还有几个 是 生命可贵 对啊 像我母亲就是 突然就得胃癌了 都说那时候 妈可能啥了 就是说人就是活着 没活够 然后我妈有个人说 她妈没吃啥 好的 当时她没行得那么快 她自己不舍得吃 当我爸 我们哥仨 都给她买好吃 我爸还行 就能吃好 所以说得及时行乐 对啊 真是唱戏的唐眼泪 可歌可泣啊 花有重开日 人无在少年 人生前半辈子 先是为儿女 再是为儿孙 年轻的时候 没为自己活一字 趁着现在头发 还没摆完 还不趁着推脚力 索及时行呢 说起对以后的生活规划 大爷也是表示 衣食住行全包 我负责拎包掏钱 你负责貌美如花 想想都是飞机上我腌制 美上天了啊 来到长圈认识小黄小姐 我非常高兴 谢谢你对我的款待 到东北来了 尝尝我们东北菜 是是是 走我大哥来 很好很好 尝尝东北口味 走走走 美食美女都见了 大哥会说话 你点就行 我第一次来嘛 我就是 这个是东北菜吧 小鸡炖蘑菇 对这是东北菜吧 这是东北菜 我点乱 虽然你们点 我不会点菜 不知道我在哪 你们喜欢吃啥 我都喜欢 你点的我都喜欢 今天我要好好表现一下 今天好好表现一下 大哥不排斥做饭呢 但是我讲实话 我喜欢做 但我不喜欢收拾 那我喜欢收拾 弄完以后放在我做 我不喜欢收拾 听大姐说了 他喜欢收拾 对对 这样至好互补嘛 遇到了对的人 真是啥啥都可怕啊 就在这时 李大哥的电话 忽然响了起来 喂 我下去一下 在哪里你 好嘞好嘞 你去车等一下啊 我出去一下啊 好嘞好嘞 马上上来 真是冷灰里爆出热力的 一想不到啊 虽然说大爷不远万里 李英是大妈金地主之一 但是为了了表心意 大爷还是直言要请客吃饭 趁着菜还没上齐的功夫 大爷更是表示 自个不仅赚钱有一手 而且下厨做饭也是一点都不哈喽 还真是上着厅堂吓得出忙啊 大妈一听心里也是暖洋洋的 可没想到聊了聊着 大爷就起身直接就走了啊 红娘和大妈也是手足无措 十文医经 葱花 请李呢 谢谢你 李露林 好谢谢你啊 他哥买花了 对对对 送给我中意的对象 来小王同志 哎呀不成记忆 鲜花奉美人 希望你笑纳 高兴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哎呀你这个外套吗 这是啥时候定的呀 你是不是啥时候定的呀 你搓搓搓搓带我们不知情的 请多一下 谢谢你 姐刚才听你打电话说 这有楼下俗人 他去哪儿的 咋样你去看一下 挺好业的 挺好业的 过生日有次 不觉得再就没有 都就是我一次话 挺好 谢谢谢谢 感觉好就达到目的了 感不感觉就是 挺感动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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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看看这多少朵 三十三朵 三十三四 三十三十五 那多年外套都没有写 哎呀 你还带着浪漫 浪漫浪漫 祝负你们啊 好谢谢 谢谢 希望你们能有一个好的结果 行的行的 好我们可以努力 他物业不大 整的那个东西 是不是有点多 底下那么多 懂你 像那个地下那些东西 吃喝啥的 是不是也是 吵得不舒服 那吃这么宽然 我我跟你说了 我就是不饿 吃两个饭 要不我就是 我不愿意 就是不想吃多 真是冷灰里 爆出热力子 一想不到啊 大爷好不容易 做了一大桌子菜 没想到大马 却知乎不卫生不想吃 闲屋子又小又脏 比快递粉碱员还要挑啊 剪了树干 然后你自己整的 自己自己把皮清了以后 完了给火烤 烤完了以后打光 打完光就 刷油什么的吧 对 喷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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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这太厉害了 说那你做一个这个作品 得多长时间 对十多天 咱进屋看看 我相信您还有好多作品呢 看看 嗯 哎呀这么多东西呢 这亭啥都搁自己搁水泥 搁那个 看看 这小亭子 对 自己这是搁水泥 这上面是什么棍 树棍啊 这是那什么 那个牙签那个 啊 牙签棍 嗯 这上面呢 上面水泥的 然后自己涂的伞 嗯 涂的油是不是 对对对 天空一声巨响 咱大爷闪亮登场 真是刘备编草鞋 手艺高啊 咱红娘一进门 就被各种百件设施 吸引到了 本以为是小打小闹 人家花钱买的 没想到医疗姐才知道 这全都是大爷自个做的啊 还真是老师不开门 不是一般人啊 谁在那找一个做伴的 嗯 能互相能体谅 互相伺负的时候 主要就是本分过日子人 对过日子 大爷这次铁树开花 戴鹏一春 也是诸葛亮带兵出征 从不打无法过指账 直言自个就冲着 好好过日子去的 不涂财不涂色 只要一心一意 直冷直热 就能跟人家 夫妻手牵手 余生一起走 那咱们就齐里看唱本 走着瞧吧 就是对生活这个事吧 我不讲究 嗯 所有吃的东西吧 我就不讲究 我吃的东西吧 不能吃外边那个买的 我就觉得没有我自己做的好 这是农家酱 它那个饭店 它都买的熟食 自己家 我买的料了 什么酱料了啥的 我是自己做 我想做啥味 做啥味 完了吃就不一样味 天空两声巨响 咱大妈闪亮登场 就从人家说起 自己的生活习惯 咱都能看出来 大妈心思缜密 饭店里的各种舒适饭菜 人家是一点都不太长的 吃喝上都眼力 融不得一点沙子 那就更不用说 婚姻将不将就了 那指定是宁可一个人 精致的单身 也绝对不追求 低质量的婚姻 是有两段婚姻 我家小姑娘是我生的 是85年离婚 因为那个时候 计划生育生个姑娘 就是我婆婆家就是不满意 我离婚了之后 她可以再生一个 这么的我就离婚了 跟我爱人是 跟我这个第二夫人的丈夫 是90年结婚 一直到19年去世 然后我妹妹以前就说 大姐给你报名报名 我说心情不好 不要跟我说这个 今年好了 我妹妹说 大姐一定给你报名 我天天看那个 老多好的 就不报名 自然也联系不上 我这儿吧 就也挺开心的 没啥想法 找的就是伴儿 别的跟我都没关系 我有公知 就是不找我也能活 但是心情不一样 要找伴儿 就是俩人都乐乐呵呵的 快乐点嘛 快乐能杀君 又不是说 涂一多少钱 就是这种想法 说起自个的感情经历 大妈也是长江里的石头 经历过大风大浪 自个前前后后 共经历过两段婚姻 人生有三千奇 唯有相似不可疑 好在自个已经完全从 阴霾中走了出来 这次勇敢依次上台相亲 也是做了很长时间的洗礼准备 看来还是忍不住孤单寂寞了啊 闻着行啊 嗯 贴上去 哈哈哈哈 做这么多菜 有小狗啊 嗯 这小狗还不叫 不叫 两几年了 九年了 哎呀呀呀呀呀 做一年了 哎呀呀呀呀呀 做一了 菜做的都差不多了 做完了 挺快呀 行那正好吃饭点 一会咱坐着聊吧 那那个阿姨尝尝尝手艺啊 哈哈哈哈 更快了 更快了 给一个猪爪 不要 不要 我够了我就夹 谢谢你 哎呀 好了 我不用了 哎呀 你自己做的猪爪啊 是买的 买的 啊 你不用给我夹 我自己能够了 我就自己夹了 不用不用 吃了这么宽然 我我我我我跟你说了 我就是不饿吃两顿饭 要不我就是我不愿意那个 就是不想吃多 真是土地妙的田窟窿 不妙啊 虽然说大妈一进门 就看到了一桌子香菇菇的饭菜 红娘也是忍不住夸赞人家的手艺 没想到等大爷为人家家菜成饭时 大妈一听说这是熟食店买的 一瞬间就不利了啊 直接就放下了筷子没了胃口 生怕吃坏肚子在厕所里起过来了 整的大爷也是不知所措 我也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你这么喜欢宠物 嗯 我不喜欢 是吗 嗯 家里要养床 狗不能跟人在一个屋里头 我爱人那时候喜欢狗 我们就跑农村租个房在那待一年 养一对狗 就是狗一定跟人不在一个屋里头 都是这样的事儿的 不该屋里拉 不该屋里养 虽然老好了 从来也不一样 就是人就是喜欢得不一样 因为现在就是好多年龄大的老人 因为一个人挺没意思的 没意思 对 就是那种 有一个小狗或者是养个小猫 就是 最开心我老人给我拿了 他说那个 跟你养个小狗 你丫子什么意思 没意思 不能在一个屋檐下 还是觉得他可以在厅里 然后不要进屋什么的那种 就是狗不能跟人在屋里头 别的吧 其实我没啥要求 我也不知道我这么说 大哥介意不介意 我不介意 这个不算 对 不行了 给人一样 真是和尚进了孤子安 大事不妙 一波被平一波又起 饭菜不合胃口的是还没过去 大妈又直眼狗不能和人家带一块 说着说着手 又开始拍在衣服上的灰尘 看来人家是打心底 觉得大家不卫生啊 都是孤单寂寞了这么多年 大妈肯定宁门大呀 也是为了能有个伴啊 不过一马归一马 好在大医院也没有大妈做出改变 你不会玩手机 不会 智能手机 是 那你现在用啥呀 用老年手机啊 老年手机 那你应该学智能手机了 这个 这个是叔叔现在用的手机 那个 大耳兜子里面的 啊啊 这个啊 叔叔也有微信 这个岁数应该会 你看529多87的 每天给我发微信 每天都给我发微信 我不愿意想知道 你要跟上时代 那有多好啊 不是 那个兜里头不成熟 老了 老成了 那现在都戴这个 对啊 这个小是不是啊 对啊 那是老年手机 这个老年级 现在就是80多岁的人都玩 都应该于时俱进嘛 那不是玩的意思 就一定要适应这个 孩子的社会 对啊 你要跟你孩子打个电话 说接个视频接个视频电话 整个互相惦记嘛 我在有时候跟我儿子做视频 对啊 你岁数也不算大 一定要学这个 一定要学 这是生活的一部分 这个东西吧 其实不是生活里头有多主要的 这会可能是紧上去吧 但不会 他也 其实也不是 他不会就有好多事情都做不了 对 其实但你还是主要得看这个 跟这个人行 真是穿着提拗打赤脚 量了半截啊 大妈问起了大爷的生活习惯 询问大爷会不会用智能手机 没想到大爷却是直呼不感兴趣 继承又难学次的是没放心上 没想到大妈就直接不乐意了 直言大爷跟太露骨不上时代 顿时间好完全无了啊 看得红娘也是扁的挑水 心挂了两头 直言咱是上台找老伴的 又不是找会不会玩手机的 那个这个手机吧 就是那天打电话下来 你跟我说说一定会玩手机啊 要不就有点接受不了 那你刚才看见这个厂 这个时候做的饭 我看你也不太想吃 是不习惯在外面吃饭 还是不习惯 我不吃外边东西 不吃熟食 对啊 你看刚才还说到吃熟食 你觉得两个厂也不会挡 买熟食很正常的事啊 没事 阿姨 你就是想咋说就咋说 我跟你说都是实话 就是熟食一定要打过问号 我卖过猪肉 所以我就对熟食有感觉 所以我不买熟食 愿意买熟食 我就不买 那我按手上 你觉得阿姨这个感觉 看着还行 还行 还可以 那你这样吧 我把那个阿姨 那个再叫我来 然后再聊聊这个情况 看看他咋说 咋决定的 行不行 行 我的一想法就是 爱情靠争取 为爱不放弃 虽然说大妈 对大家的印象是不堪入目 吃喝上不仅不对口 而且生活习惯也是大乡竞亭 都挑剔到漂亮活去了 但这仍然抵挡不住 大爷内心对大妈的喜欢 也是胡同里赶出 时来直去 表示想要更进一步地做出争取 他屋也不大 整的那个东西 是不是有点多 地下那么多东西 我爸就是上去 闲着没事 我爱好这些 像那个地下那些东西 只喝啥的 是不是也是 吵得不舒服 那个堆子 都还拿着这衣服鞋 都新鲜 都不要 谁穿呢 你看就是嘛 有些东西吧 不是穿不过来 你看 你一个人用不了 这又不是仓库 以后如果是能卖出去 卖出手了可以 是 改造事就能卖 但在卖的情况下 如果是像阿姨说 没有用的话 可不可以就淘汰 扔掉 没有能力 那能力是钱 不一样 生活习惯不一样 就是这样吧 我不是说 那个 叔叔这么好 也能找到 比我更适合的 没关系 那叔叔呢 您 有没有什么 我没啥说的 再来见面说一下 因为我一直都是单身 没有孩子 未婚 可以考虑的话 对我好 要两个人相处好的话 我会考虑要孩子 这个程女士说 我愿意为你生个孩子 真是冷灰里 爆出热力的 一想不到啊 台下的大姐刚大胆表白 没想到大妈 就直言要为人家生的孩子 真是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 属实错不起访啊 您的情况啊 什么时候离婚的呀 分开好多年了 拜手术就是六年 我们那个地方的 这叫传统嘛 那个离婚那个字 是不能说出来的 那就 那是别人的笑柄 你就 嫁个什么样 你就 必须得过什么样的日子 必须接受 你跟他结婚以后 他对你好吗 他 开始还可以吧 后面孩子 七八个月的时候 他就开始回家少嘛 那您当时 有没有敏感呀 没有 当时都没敏感 我认为 两个小姑子带两个孩子 我这个人照顾 一个是忙 在经历也没有时间 想那么多 当时还感觉 这是很自信的 因为我认为我很能干 能干也漂亮啊 结果后面就有点问题 她的宿舍里面有个女士 但是那些女的嘛 很正经 很 很淡定的 好像是没有任何关系 她知道你是谁嘛 她知道 因为我带着孩子嘛 天空一声巨响 咱大妈闪亮登场 真是厕所里扔炸弹 激起民愤啊 大妈回起自己的感情经历 要说结婚最怕的有哪几点 无非就是酗酒家 抱完大牌带绿帽 大妈就是不幸地被投进青青草原 痛苦的是迫于村里的习俗 大妈还只能忍气吞声 现在想起来都维持心痛啊 这种不可理解的 这种忍辱负重的这种 这个我觉得过不下去 就离了就算了呀 这个东西 特别像这种事情嘛 要我的话 我肯定结束不了 自己一个人在家辛苦带孩子 丈夫还出轨 就是无聊这种背叛 他后面那女的又不要他 他又来找我复婚 我是不可能复婚的 他还找你来复婚呢 对 他怎么说的呀 他没有见我 他见我哥哥了 跟我哥哥说 让复婚 我哥哥给我打电话说 这个孩子他爸过来说是复婚 我说下辈子再考虑吧 这辈子是不可能了 不是他也好意思说呀 台上的男嘉宾乐也是直呼 傻大姐唱歌 属实离谱 韩信受到了胯下之五 是因为人家三十年合动 三十年合心 大妈忍辱负重这么多年 却只是因为谗言可畏 这是隔水身上都受不了啊 一招背蛇咬 十年怕警生 虽然说前夫痛改前妃 跑来求复合 但大妈也不是好欺负的主啊 长痛不如短痛 你是把刀劈端说断就断 大家好 李老师你好 你好 方老师 你好 你好 谢谢 谢谢 这是我们的一号女嘉宾 你好 你好 李老师在健身吗 我喜欢运动 是吧 能够看出来啊 王老师跟您身材有一拼呢 还是王老师好 没有 没有 你这一看起码在五年以上 甚至都不止 一直喜欢运动 你看 是吧 那太好了 还会吹萨克斯呢 喜欢音乐是吧 挺好的 现在带萨克斯了吗 没有 没有 前几年推过几年 后来也就撂下去 咱们没有 多帅呀 那会瘦吧 对 天空两声巨响 咱大叔闪亮登场 真是泥丘钻洞 身藏不漏啊 大叔不仅在锻炼上有一手 而且还夜细胞也是嘎嘎的好 就瞅着人家戴着墨镜捧的萨克斯 那年轻的时候 指定也是一气风发风如倜傥啊 三号女嘉宾在暗灯 三号女士您好 我觉得二号男嘉宾挺精神的 挺概念的 谢谢 谢谢 就是说他觉得也不错 两个如果能够牵手 我会祝福他们 如果不牵手的话 我会考虑争取 真是冷灰里爆出热力子 一想不到啊 咱大叔才刚刚登台亮相没议会 各种才艺展示和介绍都没做呢 就有一位大妈对人家暗生情愫了 虽然说近水楼台先得月 但大妈还是胡同里赶住 直来直去 抛出了橄榄枝主动示好 并且还表示如果两人牵手失败 十年磨一剑双刃未曾施 资格就要大胆登台勇胆追爱了啊 那咱们就骑虑看唱本 走着瞧吧 也是经历了一次婚姻的变故 是的 什么时候啊 去年就是 去年才离的呀 也是跟这位女士一样 很多年不幸福吗 我们是这样 就是开始还可以吧 感情还不错 因为我们是大学同学 但是可能性格上还是有差异 十多年以后 就是我特别是 我那个孩子 第一个孩子 八岁的时候 他患了那个脑瘤了 完了从这个孩子 完了做手术 做完手术 后面了一个月 那个出来 完了出院以后 他这个半边都不太灵活 但是他还是在要求他这个 学习上面要怎么样怎么样的 完了我就想孩子已经这样了吧 应该健康是第一的吧 当然当然 所以就这个 我这方面就跟他有争执 经常是这样的 他还要求孩子去考试吗 也就学习 完了先是上学 完了就是对这个考试 也有要求啊什么的 但是我们知道脑瘤这个疾病 其实对孩子 大脑是有一定伤害的 他特别后来是又做了那个 放疗了 放疗它不这个 它是头部这个脑瘤 对这个的脑 损伤也比较大 它其实智力 其实已经比较低了 反正这个孩子生病 以后我们这可能矛盾啊 或者就是那种 就多了 吵架什么的 这孩子应该不好 可能大了以后 我们不在的话 可能需要照顾吧 就想再要一个 完了就要了 现在这个小孩 但是这个小孩刚一要上 生下来 他这个复发了 复发 完了 离开了我们 真是赶面杖吹火 弄不明白啊 大叔的感情精烈 虽然说不比大妈的惨淡 但更多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心碎啊 女儿不慎换上了脑瘤 本来学业繁重就有所吃力 再加上脑瘤 本就影响思考能力 虽然说学业为重 但是在生命面前 一切都得为之让路 但没想到前妻 却仿佛不懂得这一点 不仅丝毫没小心呵护 反而是更加严厉督促 最终导致孩子 就病复发不幸离世 你不打麻将吧 不打 你失业怎么样 我也不失业 太好了 太好了 谢谢 没有什么了 你几个孩子 我两个孩子 男孩还是女孩 男孩都工作了 哎呀不知道问啥 他们俩又可能会成吧 你饭做得怎么样 家常便饭应该没问题 因为孩子是我自己这个人带的 带的对 你平时喜欢做什么 就除了这工作以外 工作以外锻炼身体 跳肚皮舞 练瑜伽 走快步 挺好的 他们俩对得上了 对啊 对啊 这个先生的身材 能练成这样 那可不是一天两天 咱看这么亲事也是 铁头戴了钢帽子 保险的很啊 大叔是多才多 一气不压身 大妈也是一点不落下风啊 又是跳舞 又是练瑜伽 主持人听了也是拍手叫好 两人要是真的走到一起了 那共同话题 可是一点都不会少啊 嗓子不舒服 所以抽烟我绝结绝不行的 烟熟我是一点都不抽 酒少喝一点 酒还可以 食料 喝一点 食刀就可以 先生当时说 如果有机会 还希望有个孩子是吧 嗯 是这样想过就是 嗯 但是是必须吗 看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我想 女士呢 随意吧 随意 哎 这很好啊 李老师是个男孩姑娘呀 女孩今年上初一 哦 现在这下半年就上初二 我特别喜欢女孩子 哈哈 三号在摁灯 我想对 嗯 男嘉宾说一下 因为我一直都是单身 嗯 没有孩子 哦 未婚 可以考虑的话 嗯 对我 好 要两个人相处好的话 我会考虑要孩子 哦 哎呀 这个程女士说 我愿意为你生个孩子 真是耗子追猫 一想不到啊 大叔和大妈在台下聊得正火热呢 一问到孩子的问题 大叔的心理始终是有个死结 大妈正在想着如何把这关给过了 没想到九位表态的女嘉宾 如今再次出手了 直言赐个这么大岁数了 从未结过昏城过月 半路却杀出了个成了金 错不及访啊 主持人健壮都忍不住呼出声来 两女争一男的场面 可好久没见过了 高手过招属实精彩啊 两位认真考虑一下啊 是否愿意跟对方呢 好好的交流一下 如果愿意的话呢 请在我倒数五四三二一之后 想后转 要勇敢一点 面对自己的情感啊 交流一下 合适就合适 不合适我们再继续找嘛 来 现场准备 五 我想见二号男嘉宾 四 二号先生 您想先见哪一位 相见一号吧 三 应该差不多 二 我觉得男嘉宾可能会转身 女士不一定 一 来 现场请到这边来 现在为什么最后没有转身啊 我觉得还是欠一点感觉吧 嗯 我非常理解 我觉得这位女士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人 而且呢 也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女人 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个男人会奔你而来 对 等着我们的电话 是 好吗 好吧 来掌声欢送一下 一号女嘉宾 曹曹败走华荣道 不出所料啊 都说男追女格作杉 女追男格曾杀 大妈都主动转身表明心意了 没想到确实没能换回大叔的转身 那就问一下三号女嘉宾吧 愿意出来见一下二号男嘉宾吗 我愿意见一下男嘉宾 好请准备那您休息一下这里 掌声有请三号女嘉宾 介绍观众朋友大家好 你好 王法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 来来来到这里来 这位女士肯定比我更适合的 就是能生一个孩子 因为她没孩子 她是没机过风的 天空三声巨响 咱二号女嘉宾善良登场 都说当局者迷旁观之轻 估计一号大妈也是蜈蚣吃萤火虫 心里有数啊 这指定是孩子的问题没过关啊 谁让人家技高一筹用了杀手锏 最终也只能功亏一筷 隐喊西北了 我想知道 46岁啊没有结婚 肯定是因为什么事给耽误了吧 也不算耽误 反正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嘛 所以就一直在耐心等待 你在年轻的时候 有没有一段让你刻骨铭心的爱情啊 谈过吗 刻骨铭心谈不上 但就是也是当时有点痴情吧 也傻过 也傻过 就喜欢过别人 对 她知道你喜欢她吗 我们都彼此都可以 就是后来由于现实存在的一些情况吧 就没走到一起 咱大妈也是长江里的石头 经历过大风大浪 这么大的年龄了 还是大姑娘做花轿 头一糟 人长得漂漂亮亮身子又没有毛病 咋还就没嫁出去了 没想到说起人家的感情经历 大妈先前也有过一段真真的感情 但由于现实问题却没有走到最后 再加上父母身体抱压 直到把父母伺候到养老送中 这才勇敢依次上台相接 所以才一直耽搁到了现在了 你有亲友团吗 有 我弟弟排我来了 我作为这个亲友团 确实有点激动 我姐 她是一个非常 善良的 非常孝敬老人的 因为我们是农村嘛 她的位置 就是读书 都是自立的 然后就是她 我们的父母就是 基本上就是她照顾 照顾 五年前我父亲 飞行品过世了 然后我忙去年过世 过世了之后 我就一直想让 我姐不要出去 然后在我们老家 成个家 但是她 老是觉得她年龄大 在我们那个地方的话 感觉是有人说 就是说这说了 说年龄大了 大妈这次也是诸葛亮带兵出征 从不打无把握之杖 也是把四个的弟弟给带了过来 姐姐这么多年吃过的苦 受过的来 弟弟也是看他眼里痛在心里 还没等大妈哭得梨花带雨呢 弟弟就先眼泪汪汪了 直言大妈 这辈子属实不容易 没对不起父母长外 唯独就是亏欠了四个 就现在的孩子 他跟我关系都比较好 你以后如果我们在一起的话 你会对我现在的孩子是怎么样呢 我只要选择对了一个人的话 我会全身心地投入 会对他的孩子好的 好 谢谢 刚才我看你好像做腐旺操 应该身体很好吧 身体我一直很好 因为我觉得人真一生吧 平安健康是最重要的 对 什么财富你没有健康 都是无福享受的 身体这个没问题 棒棒的 我牙不好不介意吧 好那都不是 那可以咱们可以整啊 对不对 真是端午节吃纵的 皆大欢喜啊 由于大哥西夏还有个小女儿 也是打心底担心人家会不同心 大妈怡婷也是表示 以后要是真的走到一起了 这个绝对会是如己出 不洗手牵手 余生一起走 平时你做什么难度 以前也上班 就是生活比较单一 我认为反正 就是不喜欢打扰别人吧 老是上班下班 吃饭睡觉 现在嘛 这几年就是在老家 就做做理财方面的 会接受成功 但是能不能相处好 很担心的 我没什么的 其实我觉得一个人 只要健康 然后性格随和 对我好就行了 其他不重要 对了 我就问一下 你性格怎么样啊 我性格也挺好的 从来不会跟人发脾气 你看看他弟弟的状态 你就知道 他的性格怎么样 其实我特别主张 我们的恋爱男女呢 看一下双方的家庭状况 这个特别重要 所以说你看刚才 弟弟的发言 虽然很简短 但是我从他刚才的发言当中 看得出来 这是一家 不会给你找麻烦的家庭 好 加烦 真是唱戏的躺眼泪 可歌可泣啊 看到两人在台上聊的你来 我巨蛋 主持人也是路见不平 一声吼 该出手时就出手 直言两人在一起过日子 完全不会有芝麻烂事 就凭借人家刚才 掏心窝子的言论 指定不是那种 挂羊头卖狗肉 虚情假意的人啊 看到主持人都为大马说好话 大叔心里是更加认定了啊 两位经过刚才的交流 是否愿意跟对方再好好交流一下呢 如果愿意请在我倒数 五四三二一之后想要转 请准备 五 我感觉我比一号更适合 二号男嘉宾 四 两个人相处好的话 我会考虑要害主 三 这个男的非常非常老实 二 我很期待他们能牵手成功的 一 没想到吧先生 没想到 最后呢 等到了一位女士 因为她还没有过婚姻经历 希望你好好呵护她 好吗 我一定的 感谢两位 请两位牵手离开现场 好 这太粉嫩了 这个 这俩一样的是吗 还有个黄的 黄的 这叫糖果色 全是糖果色 这舞厅跳还是在公园跳 在舞厅 喜欢跳舞喜欢多少年了 哎呀 带着来啦也有个 也有二十多年了 真是老母鸡抱护我 不简单啊 大爷不仅爱穿粉色衣服 而且还没事啊 和大妈往舞厅里端 整的咱都不知道 大妈会不会把握不住啊 我把那边调亮去 啊把灯调亮点 你好我说 你好 原来不把红娘婉婿 婉婿我知道 对婉婿 婉婿 开始我没有这么乱点了 要我那点 要我说你上那边 我就不愿意 我去这边啦 太乱了 上那边是啥意思啊 买个新房 哦在哪儿啊 在那个过了一家门大桥 江碧公园你知道吧 这江碧公园对这儿 离江边近 不是那你这是准备搬家了 才这么乱还是 你实话实书也 原来就这么乱 原来就这么乱呢 就这么乱 我看这全是鸟笼子啊 对对 那就是吧 那年轻的时候挺喜欢养鸟的 但后来这个年龄大了 也就不爱整的玩意 没那心思 十多年不整的了 那你没舍得扔呢 我也没舍得扔 你先一个人搁搁去吧 天空一声巨响 咱大爷闪亮登场 真是唱戏的普汉剧本 属实离谱啊 红娘推开门 看到屋内黑通通的 不知道的还以为 这是在关起门来干坏事呢 不过一级门 大爷这屋里属实 是有点过于脏乱了 四处摆放的各种杂物堆积成山 好在人家还有另一套房子啊 这都是啥呀 哎呀 这都是那个鞋 鞋架 我的鞋也多 这里边半下都是鞋 这么多鞋 那我这鞋可老多了 鞋多 衣服多 这愿意打扮 哎 这愿意打扮 我这天天这样 天天这个穿衣风格 这一点不学 天天这样 这个小衬衫 然后小领带 还有个小马甲 对 每天都就是穿衣风格 对 就爱穿 你看家造的乱 本人爱穿 哎呦 我的天 全是新鞋色 你看 我这身上 还有粉色 粉色 还有橙色 还有那个 蓝色 蓝色 哎呦 我的天 你这赶个彩虹的颜色 可不是 这太粉嫩了 这个 这俩一样的 是吗 还有 还有个黄的 黄的 这叫糖果色 全是糖果色 这啥子都挺厉害的 这太新鲜了 为啥就爱穿成新鲜色呢 现在年轻吧 有活力 有点活力 你岁数大了 你得不咋咋咋咋 那不更厉害的 真是刘姥姥进大观园 大开眼界啊 别看大爷的屋子是不堪入户 但是人家的穿着打扮 还真是没话说 别的地方都是乱糟糕的 可唯独衣柜是一尘不染 都说人靠衣服马靠啊 大爷这各种西装衬衫 红的绿的粉色的五花八门 咱也是大姑娘做花轿 头一次见着这么大呀 不过就怕衣出门 被人家教老不正经呀 愿意逛商店 要不也有一般男的 你不爱逛商店 对呀 我就爱逛商店 哎呀妈呀叔 这也太多样了吧 你妈这比小年轻的多多 年轻不行 我儿子不行 你儿子像你都妈了吗 我儿子都在我差别 这的花的 隔的 纯色的 各种各样的颜色 那你咱那 你看我穿的皮鞋 那那那那那 你有那色皮鞋 外面都看不着那色 紫色 那 我那我那 太时尚了吧叔 这不是 这不是说不切 别论时尚 一般老头都不行 我说干啥买这么多领带呀 那你各个的色彩 它不一样 那不是说 每个衬衫都得搭不一样 哎对 你得搭鞋和这个衬衫领带 不仅咱们是看的一愣一愣的 同样也是不由得瞪大了下巴 要说咱大人的打扮时尚程度 估计就连自个的儿子都望尘莫及啊 毕竟这粉色的西装外套 就连不少明星都驾驭不住啊 大一势头扎充天空鸡头 这要是再配上粉色西装粉色皮鞋 那要是走在路上了 估计就连狗都得扭头多看两眼啊 我们家齐个孩子 但要我妈说 就我愿意啊 就愿意美 就说吧 你穿衣服吧 不一定说给别人看 你给自己 他那个心情 也是个转变 也是个换法 你当时你穿衣服 有时候照镜了一瞅 这儿都讲心情挺好 我要喜欢东西啊 我舍得卖 舍得花钱 舍得花钱 你这么舍得花钱 现在一个月退休金多钱呢 不到四千块钱 三千几 三千九百多 咱之前是做啥工作的 探计是啥呢 就是工人 但是我吧 反正跳舞是要认识我都知道 我到那儿不玩 尽看卖单 就跟人认识 唠嗑 那你不跳啊 你肯定也得跳啊 跳的时候很少 去舞厅跳还是在公园跳啊 在舞厅 喜欢跳舞喜欢多少年了 哎呀 带着来了 也有个 也有二十年了 在这儿吧 说好像这儿干啥了 确实也是这么说的 人家说 这舞厅 别看这舞年轻的 年老的 就这么一个大帅哥 你还有这么说 这实话 说这大帅哥说的就是你 你说就这么一个大帅哥 真是泥丘酸动 深藏骨露啊 就看大爷脸上的得益程度 咱就知道 让人家的女人员指定是 老母鸡炮后窝 不简单啊 这么多年 从没错过一次舞厅 整的里面的工作人员 都指认大爷这一个大帅哥啊 楼也是有年头的 那 那大爷是 师傅 这可不是没法整的呀 那 你看看 啊 这样 这还是粉色的这个 枪支声 你看看 这不动房吗 动房 哈哈哈 结婚新婚动房 那那是 不是这是你自己后整的 还是人家原来的 我后整的 你后整的 啊 整着粉色 这多在这 这不暖色的吗 你看 我找老伴儿 他都没怎么搁 你看我这贵 这家上下能搁老多东西来 再搁一个人的 那没问题吧 这大爷子贵 这我里边都糊 都糊了干净的 熟 那你那啥 你这屋一共多少瓶 五十五吗 五十五瓶 花多钱卖 二十五吗 那是全款卖的 那你得全款 啊 哎呀 哈哈哈 所有正事 有正事 你玩是玩 懂吗 人得知虑 该攒钱 那得攒钱 该找老伴儿 那得找老伴儿 咱本来都以为 先前的算文了 没想到 大爷把姑娘 领监没有你的家后 今天竞票下方的次数 还真是比 十几年来 加起来都多啊 大爷还真是对 粉色情有独钟呀 不仅身上穿的是粉色 就连墙纸都是 清一色的粉色 大爷不仅喜欢 和美女跳舞 还忘了女人堆里凑 这又喜欢粉色衣着打扮 咱都不知道 大妈见了要咋想啊 没有 咱也没找 我女儿小 我就不想找 我为了我女儿 你说再找一些 介绍的挺多 年轻的时候 对 你那时候也不答应啊 对呀 好说我 完了我女儿 我心她小 完了我再找她想 孩子怎么办呢 你说女儿怕 孩子在受气 为啥我妈掉泪 直到我这一年 很不容易 这么多年 我独来独往 真是门关 我没说嘛 就是说 这一辈子 没感受到说 老公那就是 疼你那种感觉 没感受到 钱不是我们跟你说吗 上班啊 进入乌鲁 反正赐送孩子吧 这孩子咱也没结婚 也没心 人对自己负责任 说戏的话 我就心思找一个 有责任心的呗 是不 原来的能对我好点 能走到最后的吧 是希望有演员 穿戴啥的 也得利利索说的 这种人 你看都要是两个人 在一起了 你就他穿戴利利索说 也是都互相 脸都是吧 要领出去 哎呀挺好的 找个伴是吧 天空两声巨响 咱大妈闪亮登场 说起自个的感情经历 大妈也是长江里的石头 经历过大风大浪 自打和前妇离婚后 为了女儿能够健康的长大 大妈这么多年 始终是坚持一人 忍得了一时的孤单寂寞 但是却受不了 终身的孤寂啊 这次勇敢一次上台相亲 就是想找个穿着 打扮利索的 那咱看这么亲事也是 铁头戴了高帽子 保险的很啊 大娘听好 我是两头喜欢 喜欢小孩 喜欢老年人 我跟老年人 最能落这块去 越岁数大就越能落块去 就越跟老头老太太落 挺有爱 挺爱心 那是有爱心 我得先喜欢 我要给你们俩接受一下 你俩自己接受吧 我们会姓张 我姓关 姓关呢 好 什么时候 来吧 你好 你好 那是肯定不行 那你长得啥 这儿是什么意义 牌头很累 我这有吗 你今晚点了他也没有 那你 你还能闻 你要不能再以为闻 我咱们不说 我又悬崖我自己 那我这个安法说 我听说他第一大赛歌 那也跳舞腰板一直 那啥我 那咋的 他就得给这个称号 他就得给这个称号 真是土地妙丽田窟窿 不妙啊 两人一见面 虽然说是有说有笑 但是真的问起了 对大妈的想法 大爷确实直呼 没演员没看上 直言大妈的长相太老 自个一个大老爷们 都没有多少皱纹 说着说着 又炫耀起自个的长相和身子了 还真是心心十足啊 你这演员上面好像是差点 那头怎么那么高 不是今天相亲特意打扮打扮吗 不是 他就爱好他喜欢那种感觉 头发都稀 头发也不稀 你那头发是烫的 头发露头皮 就像这个山里没多少数 那你说到岁数呢 那不能你说六十来岁的人 哪是 哪是 那就这样说 咱来一趟 你再跟你好好聊一聊 对该里面礼貌 不能转身就走 而且万一聊一聊 是不是感觉 鼓鼓措了呢 是不是 真是老奶奶钻被我 给爷整笑了啊 大爷前头还表示 就凭自个的生活身高 长相衣着打扮 大妈绝对会败倒在 自个的粉红西装下 拿下大妈就是张飞吃豆芽 小蔡一脸 没想到一门起大妈 对人家的印象 还真是啪啪打脸啊 一共几个孩子你 四个 看 他这个镜头 你这镜头就能长寿 那个眼神我看 那个人老天吧 你就看他俩眼球 这眼球要转慢了 对 那就要坏了 那就迟钝了 你这眼珠 你看他的眼珠 那你多灵活啊 你看 借你吉言 不是借你 老太太吧 你能干嘛 那是 我老妈还行 我今儿来说话 你记得 你能活一百岁的 借你吉言 你多吉言 你别我说话 你记得看我说什么 我一般说话挺多的 你看这老太太 你看看啊 那姑娘都差不了 要我妈那件说吗 我妈说 还没闹壳呢 要我妈说 找对象 种葫芦你知道吧 葫芦 种葫芦得靠墙 说姑娘得看他娘 对不对 清君一席话 盛读十年书 种葫芦的靠墙 找对象的看他娘 咱还真是学到了啊 虽然说大爷对长相是盲目自信 但是人家这残饱饱的嘴 咱还真是司马懿扶住啊 甘拜下风啊 一通夸赞不仅俘获了丈母娘的心 而且连大妈都忍不住没开眼笑啊 有啥爱好啊 我没什么就得俩爱好 那打扑个麻将呢 那我全不会 抽烟喝酒都不行 那个跳就交易舞了 愿意跳舞 就是陈列 那个陈列的 早日上午呢 都是老头老太太 真的 反正是 咱们是吧 我不喜欢就是交易舞 我连去我都不喜欢 对 我不喜欢 也是 实际上比较守旧 那不是守旧 就是这种跳舞我不喜欢 哪里上海跳舞的 那都交易舞 都得一男一女跳舞 我是特别不喜欢这个事 就是说像她这个想法 对这个吧 她没干啥 她有偏见 她特别是 她不去这个场上吧 听别人说 把那里说的好像挺糟糕的 那也有很多那什么样的 跳出破家庭那什么的 很有啊 我说那个跳舞离婚那事 它是有 对 但是咋个事呢 我一说你就明白了 这个人我讲究啥 说自律 我这么说 也在人 也不一定人斗那样 在人就在人 我不能说是人人斗那样 对不对 也有好样的 出无你而不然的 对 那是 她在那场上 不能把人斗看那样 你哪挖缺险啊 你啥啊 这样我可以理解啊 你得有智商 对不对 那些来讲就是不喜欢 你得自己能管住自己 对 反正我不爱好这个 真是和尚到了咕咕咱 不妙啊 问到了大爷的生活习惯 性格爱好 大妈一听说 人家三天两头就往五天跑 怀里不是搂着大妈 就是搂着美女 也是直接就坐不住了啊 直言自个打心底的 接受不了这种 跳着跳着就跳出感情 搂着搂着就变成小三了啊 这是爱好什么呢 对 我的自己啊 我打麻将不会 对 这都不 所以说呢 像不俩这个 他就不合适 人嘛就是 但是我常常说得自律呢 你得严格要求自己 但是我是不喜欢 你每当假如你走了 一看这一天没在家 哎哟 他是不是跳舞去 你看你老有这个想法 你那你不是他念了 那不是想法 老担心 你那在一块就没意思了 那你就就就没意思了 别老打断仪说吧 我行 没事说呗 太能说了 太能说了 真是你插不上话 哎 这一点我不喜欢 是吧 哎呀那我没注意 那那那不能不礼貌 那不对 那不对 没注意到 咱看这么亲事也是断了肩的风呢 没指望了啊 大爷聊起跳舞这件事上 那叫一个神采飞扬 嘴巴就跟开了 砸了水库 尺都止不住了 大妈好不容易憋出一个字 就被大爷的不同汪洋给淹没了 还真是有些忙碌了啊 你什么性格啊 性格就是 我这你还看不出来 那你听 那还要说呢 又说了 开了啊 特外相 外相人 挺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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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不过 就是外相 内相人 我是急性格 我可不是嘛 我看出来了 火上房不着急 急性了 看出来了 我可不难了 我就是有话必须得说 所以说在我这 我不是那样人 在我这话你就得多了 那就是 你挺能说 你挺能说 哈哈 说不过你 哎呀我这人吧 有啥事吧 还要求真 还要求真 那个人不 不能以后不能听你 他绝对不会的 不会 他绝对不会的 就说你想咋说咋地 他不是那样人 真是穿着皮凹打吃脚 凉了半截啊 这回不仅大妈不乐意了 就连对大爷好汉 十足的丈母娘 也是直呼不靠谱 先抛开爱跳舞 爱老美女不说 就是这性格 大妈要是真的和人家 走到一起了 那只听也得受不少气啊 比如说 俩人要是将来生活到一块的 嗯 你是那种就是 听媳妇的 还是说得听你的这种人 肯定你能看的啥事呗 你对不对呗 怎么也得就是这样 普普通通的 很稳重的 大的方方的 对啊 像那种 像银翘的时候退休 老干部那种 穩穩当当的 哎 那种的 我就属于 喜欢那种类型 那种类型 做个朋友吧 对 对 她们要干啥去 你说对 我自己妈的 你家大娘挺好的 对 我这话还能问 认识的也是缘分 做个朋友 那娘弄我走了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行 好了 哎好 跟老伴过56年了嘛 哪都没去 我这人就是正经过日子 你说这话我不爱听 我爱走我就不正经过日子呗 真是和尚到了姑子 不妙啊 大的前套还对人家一见钟情呢 结果一听说人家的生活习惯后 马上就直呼人家老婆正经啊 真是离谱他妈妈给离谱开门 离谱到家了啊 这个甲山什么的都是我做啊 那儿都有木雕 雕根雕呢 哪个根雕是你做家 我过去 这是根雕 这个根雕啊 这是啥 这是老葡萄案吧 就是那个葡萄的那个 葡萄架的那个葡萄是吗 对对对对 啊 这做的啥小鹿吗 龙 你这是啥 这是爱好啊还是什么 我就是什么山水呢什么的 像这甲山这后边这都是我做的 这个也是啊 这也是 那这搁啥材料做的呀 这是石头 随便捡个石头 这个松花胡上的捡 你这些东西都是不用花钱 没有花钱 就地取材吧 对对对对 我只要看到有用 我就把它捡回来 咋做呢 就把水捏和了 别太稀了 完了搁到那个平板上 捏成形 等干了以后吧 搁手电转 转四个眼儿 那你这四个红的是啥东西啊 啥材质啊 就那个 就竹竿似的 就那什么 烤一串那个 竹签子 竹签子 啊 发个颜色 自己想的 自己想的 天空一声巨响 咱大爷闪亮登场 真是飞机上打点滴 水平高啊 咱大爷这性格爱好还真是 班主任不开门 不是一般人啊 目光所及之处 都是人家动手摆弄的 各种雕塑木杖 还真是刘备编草鞋 手艺高啊 老板有病以后他烦 不让我整 干不起来了 心情也不行 他们两口子 过了五十 五十六年了吧 他就是啥呢 吃穿不挑 不行不行 也不买 捡孩子点就够了 过日子好日好手 那就别说了 五十多年呢 过一辈子了 那个丁 小姐不高 就是会过日子 互相尊重就行了 真是唱戏的唐眼赖 可歌可泣啊 人生有三千级 唯有相思不可疑 大爷和前妻在一起 朝朝暮默生活了五十六年之久 这一辈子 都没有发生过大的矛盾 这么多年勤俭吃家饭 不挑衣服不买 自打老伴身体抱怨后 大爷生活中是处处让人家三分 到现在是连生气都没处找了 都是我买的保健品 酸粥子 酸粥子 铃子包子粉 我看这还有好多这些 羊奶粉就是你的 这太子管了 门都打不起来 我不打以后都看不着 这都今儿买点明儿买点 不是一次性呢 是多次性呢 多次性呢 这都干啥的爷爷 什么降血糖 又降血脂 提供免疫力 这提 完了又怕 那又什么抗癌 这些东西 那不得几千块钱呢 万八千吧 你看我又打工 完了又那个 还有劳保的钱 我以前人岁数大 不就有个健康身体 反正我身体也没啥病 麻烦我吃什么 我心里就行 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天空两声巨响 咱大妈闪亮登场 真是刘姥姥进大观园 大开眼界啊 都说保健品是智商税 但是咱大妈可不真认为啊 童娘一进家门 就看到了堆得比人还高的 各种养生保健品 又是人身灵质 又是鹿绒羊奶 还真是小马拴在大树上 牢靠啊 大家住一楼 咋样 行 行是不是 下一步就是看着 对 魏叔 哎呀 小狗现在也不解了 你好 你好 哎 你好 哎呀 这小狗 这小狗可好了可乖了 啊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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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行不行小狗 还行 还行啊 来吧 我现在给你俩介绍一下 再说别的 介绍一下啊 魏茂林 魏叔 王丽萍 哎 哎 哎 好 有鱼 菜基本再炒两个菜就得了 还有俩菜 这不都四个菜完事了吗 来姨姨看看 嗯 好好好 谢谢谢谢 哎呀做个鱼啊 那是肠 这几个是熟食 这个熟是非常居家过日子的人 过去就是老伴在的时候也是 这个家里的这些做饭的这些事 来家人来个人去个姐了 家里招待一桌饭全是熟来的 嗯 挺好 有水果有干果的 嗯嗯 好好 咱看这么亲世也是 摸着石头过河 稳稳当当啊 还没等大妈推开人家的房门呢 就听说大爷的屋子位于一楼 以后就是去菜市场买菜砍价去 都不用怕回来的时候 没有力气爬楼了 玩归玩闹归闹 咱可想不到大爷还能做哪首好菜 这种居家会过热死的男人 可是不可多得啊 还能接勺呢 还不错啊 还不错啊 一看一些会够饭的人 嗯 我不会够 那叔干啥也挺麻利 一会儿的工会儿就炒好了 啊 还有一个白啊 还有一个白蜜儿 和萝卜 咱就说这多养生的菜 是不是 是 这几个菜这个都是对身体很好 我给你端过吗 端过去了 来 来 来 看看 刚才叔说的这是有氧饭 看看啊 我得 真是有大草 胡萝卜 山药 山药 还有地瓜 枸杞 枸杞 对 就是对身体好 说总热食这几样 他有的时候不全放 今天可能是你来了 贵客来了 谢谢了 姨 你不是对这方面比较注重吗 那是 你看这么生活的人 你是不是觉得 挺好 咱看这么亲世也是 铁头戴了钢帽子 好显得很啊 虽然说菜市已经是够齐全了 但大爷依然是再次提锅上场 炒的菜不仅是露色 有机包的饭也是格外养生 路见不平一声吼 该出手时就出手 童娘也是抓住机会 直言两人生活习惯相同 以后再一起了也能吃到一块去 你看看啊 叔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几点开始做的 两点半 那你可真快啊 esa气 虽然有几个熟菜 但你看这个 人家看这两菜能 glossy做的几个 熟的首旁 这个挺丰盛的 溜 火菜溜倒顺 是这意思吧 尝 kost 氓的口味啥 鱼籽 挺好 面豆 您有三糕吗 没有 像我的踢腿 踢腿我能踢到护着来 外面看你这个看不出来 那苏大了可别撑墙 别撑墙说 我撑墙啥 再来一下 是挺领劲的 确实到这个骨灯 我天天晚上提 不费劲 您说你身体在 我身体也还算可以 挺好 我是年年健常 血脂血糖 我血糖是5.6% 挺好的 您为啥身体保持这么好呢 您说说它有养生意识 我平时我愿意保健 所以保健的东西吧 不少 它都比药店东西贵 反正我经常买这个东西 看你说啥呢 啥呀 软骨素 硫酸软骨素 对 你拿来 拿来呀一看 就保健品 这是你啥时候买的书啊 这是你自己买的还是 一箱呢 这是我自己买的 真是板上钉钉 没得跑啊 大爷是上了厅堂下了厨房 而且在生活上还注意养生保健 一聊到这个世上 大妈明显是格外的看重 毕竟赐了这么多年花的钱 可是彼此买化妆品衣服都要多 没想到大爷不仅吃和注重身体 而且在这方面 还和大妈有共同年 那以后肯定也不愁没话说 挺愿意走的 你能旅游不 我不愿意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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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愿意走 我不愿意走 这一点都不行 我就是不愿意走 旅游啥的时候我不愿意 我跟老伴过56年了 哪都没去 我这儿就是正经过日子 你说这话我不爱听 我爱走我就不正经过日子呗 不是别的 不是那个意思 你这话就是那个意思 主的意思是他哪儿也不愿意动 这对我就是不愿意走 他就觉得 我就顾家 就是不顾这个家 啥也不行 对 我就顾这个家 你呢 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啥的 这几年 那家老头去世了 我一样没意思 我就跟这个跟那个老科吧 就接触上这样朋友 他们都走 就这么联系上的 那人几年 你老走啊 我三年前走 我这三年疫情都没走 一天没走 我是因为老走 老走 一个你老走 身体确实也疲劳 找得动 对 一年就去一次 一年就 我说这长途的 也就去一次 我儿子走 溜达溜达到城市 儿女一找都知 是我让我找 真是土地妙里甜窟窿 不妙啊 大妈一说起 自己喜欢旅游往外跑 大爷直接就不乐意了 也是胡同里赶住 直来直去 直言表示不喜欢这样式的女人 表示人家不识不正经 大妈哪能受着气啊 也是直接就把活了意了 自己不就喜欢逛逛街里旅游 咋还就被说老婆正经了啊 真是冷灰里爆出热力的 一想不到啊 大妈饭都还没吃完呢 就直呼要检查 检查人家的厕所 这一来 二去就不怕串威了啊 玩归玩闹归闹 别跟大妈开玩笑 大妈如今都在检查洗漱设施了 咱也是无功失忆过程 心里有数 这是打心底做好 跟大爷过日子 共度余生的打算了啊 坏了 我给你修上 我不用 我不用 这破拿锁 我这破都该扔了 我家有 那你就拿 你还真也不注意这个 你就这么随意就出来 那随意 没有我那有的是狗 我不要 我不贪 这个好修 把他掐紧点就行了 嗯 对 好了 好了 嗯 拉锁修好了 你搁啥修的 搁钱了 爷啊 叔叔在这边说 把拉锁给你修好了 哎呦天啊 谢谢你啊 我今天搁都没有价值了 有没有价值呢 你就不立着 你就是没有这个 我都能配 真是端午节吃粽的 皆大欢喜啊 大姨一听说 大妈的拉链坏了 马上就表示 这个属于是业务对口 弯下老腰三下两下 就给安排的明明白白 这无形之中 又为大妈省下一笔钱啊 做一个阶段 互相再了解了解 那行 行 那就这个岁数了 我觉得找个合适的伴也不容易 那确实不容易 那个生活 黑外是不算远 过着哈拉班球那个 那对 那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优势 对吧 那对 多方便沟通吗你俩 祝福你们啊 叔叔阿姨啊 谢谢姑娘啊 不客气不客气 是我们应该做的 我们就返程了 回去了 要不回家现在到 到长城再到单位 已经天黑了 谢谢您啊 不客气不客气 不客气